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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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带韭菜鸡蛋馅 是吧 那不是也太大了吧 就是除了这韭菜鸡蛋馅的一般就是肉馅小红包 你还能想到什么时候早餐吃的包子 我比较喜欢吃那个季菜馅 季菜馅的那得赶时令 是 对吧 这北京很少 那你是南方人 对 他是重庆人 那我是天津人 说包子的话 您天津人 那说包子 那就到您家了 那就是猪肉大葱的吧 结果呢 我原也以为 怎么着也得给顿荤的包子吧 不 人家什么呢 除了韭菜鸡蛋加粉条之外 是茄子辣椒馅了 茄子辣椒 这茄子辣椒馅的包子 还则罢了 没什么太稀奇的 对吧 然后他要干什么呢 这包子每个稍微给你掰开一点 把当地产的辣椒油给你灌进去 灌一勺油泼辣子 没见过这吃法吧 咱说正经 您早上来碗嘎巴菜 或者再来碗抱吧 这包子旁边您不得弄碟蘸料吗 甭管是醋 蒜泥 辣椒油 对吧 您见的有什么时候是把这东西灌进去的吗 它是灌进去吃 所以你猛拿那包子吧 你都觉得奇怪 这包子它怎么 怎么上面 透着这么一大片红油窝 它其实是灌进去的 然后到中午 就是各式面条 到晚上 就是各种 从煎饼 然后到人家那边的菜盒子 咱们这边都吃韭菜盒子 对吧 你从今儿没吃过 你摁啥呀你 我在北京吃 对吧 你们从今儿哪来的韭菜盒子 咱说北方咱都吃韭菜盒子 对吧 你烙的时候 那有时候家里头 咸没什么油 还在外面刷层油呢 对吧 不 它那是唇干不撕咧的 看着就跟那薄皮的锅馈一样 然后里面同样是茄子辣椒馅 或者是韭菜馅的 然后给你切成一盐一盐的 顿顿给你吃这个 你说你能不胖吗 哦 碳水的力量 对 太强大了 今天啊 就开场这一段 我就已经进入状态了 就感觉在听这个珠子美食家了 那今天这个张 两位张老师来我们节目 其实是有备而来 因为这个 不敢不敢 因为就有一本新书 已经在何时期谈 这个桃 就同名的书店上架了 这个书呢 叫做笑翻美食简史 我们今天也是主要就是想通过这本书 和张老师聊聊美食 也聊聊历史 也聊聊就好吃的嘛 瞎聊吧 瞎聊 瞎聊 首先我们先说说这本书吧 这本书其实是脱胎于我们集合网的一档节目的 对 这本书不贵啊 大家可以散开了 对 现在还有折扣 对 定价也不高 对 那这本书其实脱胎于我们网站的一档节目 就是珠子美食家 现在还在连载 因为有珠子美食家 然后有三军美食家 现在已经连载到流浪美食家了 对 如果听过的朋友 或者您有这个G-Pass会员可以兑换的朋友 可能已经很熟悉了 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特别好奇 这张老师 您为什么会想到开这个某某美食家这样一档节目呢 因为这事吧 真的要说起来的话 那就是你像我们这个职业一天到晚 也走南闯北的 走到一个地方呢 人家就会跟你讲 讲什么呢 我们家这道美食的故事 一开始啊 以前对这不了解的时候 听呗 人怎么说都对 这是乾隆爷来吃过的 这是慈禧来吃过的 你就比如说 咱到了杭州西湖之后 我听过那个时候的故事更有意思 说什么呢 说这龙井虾仁是怎么来的 说乾隆爷下江南的时候啊 有一天白龙渔服 微服出访 把这皇帝所穿的龙袍啊 就套在了里头 路过了这个雷锋塔啊 奔着向苏小小木方向走的时候呢 突然啊就赶上了一场倾盆踏雨 没地躲 就躲到了一个小茶房里头 这小茶房呢 是一个小女孩呢 在那看家 一看来了主顾了 赶紧上茶吧 说客官您喝什么呀 皇上 那自然是喝不惯当地的土茶的 就顺手啊 从自己腰包里头 掏出来一包自己带的茶也递过去 你把这个给我泡了吧 说那小姑娘特别敏感 说皇上这一伸手啊 他把里面龙袍的袖子 给露出来了 这露出来之后呢 马上回去就跟他爹说 您放心 今天来的肯定是皇上 咱不得让他喝好 还在那吃好 看皇上的威风 威风吃饭出名了 很出名 然后怎么着呢 然后就拿他们家 没用皇上的茶也 用他们家产那龙井 用那龙井直接 给他炒了一盘龙井虾儿 皇上吃了特别开心 还赏了几个金瓜子 马上这一家三口烹灯 就跪那了 说为什么 你怎么认出我来的呀 皇上也给你装傻 你怎么认出我来的呀 您那袖子里都有龙袍啊 再说了 谁出门带金瓜子啊 人不都戴铜琴吗 对吧 那您肯定是皇上了 皇上也特高兴 但是你听吧 这故事漏洞摆出我 大热天的 皇上一个人溜达 然后龙袍穿里头 外面再照一层 他也不怕舞废子 是吧 然后跑人家店里去 然后指名道姓 我不喝你的茶 那你兄弟 对你是咋场子去了 是吗 对吧 然后这龙井虾儿 这个传说里头 你听多了之后 就会觉得 有些故事 编得太过于离奇 你就想知道啊 这个历史当中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要再说回来这本书呢 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呢 大家伙也喜欢聚到一起 讲一讲 这菜怎么来的呀 平时聊一聊天什么的 突然那天啊 我忘了是在哪吃饭 一朋友就问我 老张 你说 孔子他到底有没有吃过海参呢 我就想这问题 确实我当时觉得 你怎么这么无聊 吃还堵不上你的嘴 还得问 是吗 后来我一想 还真是 你说吧 我不知道您二位 先问问您 不是您 那不是您 您小时候第一次吃海参 什么时候 我是来了北方 才吃过海参 你们重新火锅里不算海参 不算海参 现在有了 现在有是吧 因为正经讲 就是我去他们那 上一本书签售的时候呢 他们当地几个爱好美食的朋友 专门去请我吃一顿饭 什么呢 恢复传统老川菜 因为正经 哪怕我们看八九十年代的 写的中国菜谱里面的 这个名菜谱 那个系列里头 老川菜里面 大概70%以上都不是辣的 像什么雪花鸡闹 雪花鸡闹就多少 有点像我们所说的这个福龙鸡片 再有像这个开水白菜 对吧 这是川菜叫骑士当中的经典 是吧 实际上我们就是 实际上我们就说 咱正经讲就是这个 这个回锅肉 对吧 它其实也是有很多讲究的 对吧 回锅肉 您了解 回锅肉应该用哪块肉啊 不了解 不知道 不下厨房 我看你刚才给我揭的 就是咱们一般都说 这回锅肉不是用五花肉吗 实际上不是 就是真正会吃的都知道呢 回锅肉啊 应该用的是二刀做堆 也就是说那个 咱说这个后吞肩 就那块肉 它因为能切成巴掌大 它只有大了 它才能炒出 它所谓的那个灯盏窝啊 对吧 你要不然你真用五花肉 现在那五花肉都特别薄 不像过去了 那么薄的一点 一小块五花肉 你下锅炒的 出那灯盏窝 你也看不出来呀 你也只能是觉得 这肉 它已经卷了 对吧 不好看呢 而且那个 一大片一大片的 给你个锅里 那看着多过瘾啊 是不是 然后我就在想 真的 您说这海参到底 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 才开始吃 这真的是一个问题 因为就是这样吧 我们去想吧 咱们现在都普遍认为 你们南方人吃米 我们北方人吃面 是 但你这南北 是拿什么来界定 哪算南 哪算北 那对于潮汕 潮汕人来说 抽了潮汕 抽了潮汕都是北方 那对于东北人来说 好 只要 只要离开我们山海关 那你们都是 你们都是南方人 对吧 而且我们那是挺爱吃面 对 是吧 就是我甚至动过一个念头 是想在这本书之外呢 再开一个书呢 就叫南来北往一碗面 因为你看 因为你看我作为一个北方人 或者说是从小在北方长大的 过去我的传统观念里面 一直就认为 要么是人家山西的各种面 要么是陕西的各种面 再不就是我们兰州的牛肉面 除此之外 全国别的地方 你别跟我讲面 后来发现 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不是这么一回事的原因在哪呢 我再举个小简单的例子 就是这回出差 你像我们去探访乾陵的话 乾陵虽然听着 好像也在西安附近 但它是在咸阳的兴平县 这个兴平县呢 我们一大早 就是刚才我说吃包的那个地儿 我们一大早起来 我们是五点半要出发 五点半 五点的时候化妆师 到我房间给我化好妆 要不然就太黑了 咱这音频节目看不出来 看视频就能看出来 好嘛 跟我去的小伙伴都来个 张老师 你这两天只要是在额头上 直接化个月亮 你就可以 你都不用化妆了 然后呢 早上起来我们就看 它满大街 因为我好这个 每个地儿去看人家吃什么 就像我喜欢看 每天去饭馆吃饭 我特别喜欢看服务员吃什么 就赶能收摊的时候 工作餐 你看人家那工作餐 有时候特别有意思 做的你就看完了 你虽然吃饱了你那饭 你看那个 还要吃 会点豆腐包 弄点这个肉 然后搁点白菜 他做那会菜 你看他就那米饭 你就感觉比你自己刚才吃的还香 那咱回到星平这事 五点多出门 我就看见 这满大街 你们这都写的什么 手工驴蹄子 手工驴蹄子 对 驴蹄子 驴蹄子 手工驴蹄子 老孙家驴蹄子 老张家驴蹄子 我就在想驴蹄子 不是真的驴蹄子吧 我觉得感觉不是 应该是那种面食的形状 是不是像猫耳朵那种呢 你驴蹄子 猫耳朵 您倒是会想 他还真不知道 你没吃过猫耳朵吧 吃过吃 我也是在北京吃 好好好 又何可以啊 南方小朋友居然吃过猫耳朵 拿我们那边话叫刺窝窝子 就是把面擀成条 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 感觉是个外来语 不是吧 刺是可能我们的一个形容词吧 形容这个动作 把那面团搁在案板上 擦 拿手大拇指往下 这么一撵 撵出来 有些地方叫猫耳朵 我们叫窝窝子 把这个过程的叫刺窝窝子 我们喜欢拿羊肉汤炖 羊肉汤下这好吃鸡了 行 说回驴蹄子 就是你看你们俩 基本能猜出方向来 当时我很懵 你想五点多钟起床 对吧 我想有点意思 这驴肉都归河间和宝定了 坐驴肉火上去了 驴皮送到东厄了 剩点驴蹄子搁这 然后此地又是唐代帝王陵 汉唐帝王陵复籍之地 到墓的时候得带个黑驴蹄子 我就开始脑子往这边去想 然后接下来我想什么 你看我们西北 胡辣羊蹄很出名 对吧 你甭管去兰州的夜市 去新疆的夜市 胡辣羊蹄 那是必定得有的 羊蹄多好吃啊 我就在想这驴蹄子该怎么做 因为我做过一次骆驼蹄子 也不是我做 因为我一朋友 当年就看书 书上说驼蹄羹 对吧 曹植当年号称有人说 曹植发明了所谓的七宝驼蹄羹 那驼蹄这道菜 过去也一直很有名 现在就有人复原了 然后我这朋友就跟我说 唐玥 听说鹿的蹄子和骆驼蹄特别好吃 你能不能想办法给弄点 你弄点 我给你做了 我就跟我们兰州那边朋友们打电话 我说这个谁家认识养殖厂的 有那个专门受肉用的骆驼 或者有打听室 哪有骆驼 给弄点 真有朋友给弄来了 天里迢迢 冷链过来到北京 新鲜的 还带着毛了 我想问一下 是有这个养殖使用骆驼的 有养骆驼的 但是你说有一些骆驼 这是可能 这有些是专攻出口吃的 我们可能是吃的相对比较少 但是你像阿拉伯地区 它有那个习惯 一只骆驼里面套一个羊 羊肚子里套个鸡 就是那种烤法 所以这也很正常 然后这骆驼来了之后 你看还带着毛了 那驼风真挺大的 驼蹄给带了俩 我说那您收拾吧 我说收拾等 您做好了 回头叫我 得嘞 后来他身边的小男孩 给我打电话 张哥千万别给再拿点东西 我说怎么了 大哥在家里呼了三天了 这屋子里臭的 没法呆了 他就是做法做的不对 实际上驼蹄驼风做好的味道 是非常好的 你像我们甘肃就有几家餐馆 非常善于做驼蹄和驼蹄 有机会你们可以去尝尝 说实话 吃起来尤其是像驼蹄 就吃起来感觉有点像牛筋似的 所以你看 我看这个驼蹄的面 我就想的是这事 后来到晚上了 人家这个博物馆的人说 张老师今天念到一天 驼蹄子了 上午没吃上 没吃上 顾不上 就赶紧去探灵嘛 趁着人少 对吧 那边武则天 李志还等着你呢 对吧 赶紧去上早朝 不敢耽误了 是吧 咱得到那点卯去 到了晚上 这下了卯了 下了朝了 回了家了 人家博物馆说 张老师念到一天 驼蹄子了 咱晚上就吃驼蹄子 我说那个太好了 我还想呢 有手套吗 是吧 您这不得 知水郎当的 您不得拿着手套来吗 来点蘸料 结果人给我端碗面 我看 不是叫驼蹄子吗 张老师 这就是驼蹄子 后来人给我讲什么呢 他那个面 有点像广东的竹生面 它也是大杠子压出来的 那种做的大杠子压压压压 他一定要把这个面 他给它压到那个筋头特别高 因为我们说关中地区的面 其实筋数不是特别高 它得经过进一步的加工之后 才能够让它变得特别硬 吃起来很立体 然后做出来那个面剂子 你看着 它就跟一个骆驼的 就跟一个驴的蹄子一样 那个面剂子 然后它再给你擀成那种方竹块 吃火锅方竹块 大肠筷子对吧 方头方脑的那筷子 给你擀就那么粗细 一盆面 你搁到嘴里 它没有面条那种顺滑 它是硬嚼嚼 带扎嘴 绝对是别有一番风味 这个叫驴体 这叫驴体的 吃起来帮帮硬 那面条感觉都跟吃了药似 那种打人斗 反过来 听完觉得很好吃 所以你看就是各地的风俗 是各有不同 这还是近几年 但是如果在网上到二三十年 这事还说得清楚吗 来 小朋友讲一讲 重庆火锅起源 那不知道了 具体不知道了 从小听说的 就是说码头工人 因为干重体力活 然后就喜欢吃点这个 就重油重盐的东西 然后呢 也没钱买好的食材 然后就是 一般都是那个店家 他就熬一锅 然后就一直煮 这一锅可能 好些天都不换这个油 然后那个味道就越煮越浓郁 然后往里边放那些什么下水 所以那种味道 给煮一下 对 就这么一个说法 从小听的是这样 对 这个说法肯定就是 所谓重庆火锅的起源 对吧 或者我们说是从烫毛肚开始 这大概其实也就是 从八九十年代才开始 真正算是 毛肚火锅算是兴起 那么火锅网上导 能够导到什么时候呢 对吧 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认为出土的那个 武蜀府青铜记 就是所谓的火锅的原形 对吧 也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说在战国到汉代的时候 有一种特殊的吹具 这个吹具叫染杯 染炬炬炉 染就是染色的染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质呢 不大 青铜的大概也就这么大 它是上下三体 最上面是一个耳杯 就是汉代人喝酒的那个耳杯 也就是后来王羲之兰亭急需取水流伤的那个伤 流那个东西 然后下面中间 这一层实际上是一个很精致的 青铜制的碳炉 可以加热上面的染杯 下面是什么呢 最底下是一个接碳灰的 这就是一件三套 瞎不瞎不 有点像瞎不瞎不 但是这个东西你说它算不算火锅呢 有人认为啊 你看啊 就是那个时候的古文当中 有这么一个技术 当然是一个预言故事不做不得真啊 说某地有两个勇士 这两个勇士互相不服气 结果有一日呢 他们在一个狭窄的巷子当中相逢了 狭路相逢 各不相让啊 俩人就开始拼酒 喝一会儿酒说没有肉怎么办呢 没有肉咱去买吧 咱俩既然这么投气 是吧 咱俩去买一点肉吃吧 有一个就说了 何必买肉呢 咱身上不是有肉吗 然后就拿出这个染杯染锯 你搁我一块 我搁你一块 然后就这么吃了 但是你这是一个 这只是一个 只能说是一个预言故事 或者是古代的一种 坊间传闻都市传闻啊 但是你说它这个染锯 从这里多少给我们感觉到的一个吃法 那可能就是在汉代的时候啊 这种汤烫式的使用方法 旁边搁一锅水 然后这个肉在里面滚一滚 出来之后 去这个染杯染锯里面 被加热的酱料里 蘸一下再来食用 这个我们说呢 其实你看马王堆汉木当中 出土了很多这种烫食牛肉啊 烫食兔肉的方法 但是你说它跟我们现在火锅 是不是一致呢 还是不能够确定 我们唯一敢真正确定的是什么呢 是咱们说历史啊 王国为先生的二重证据法 一文字 对吧 二考古食物 这两个要对应的上 才能算是有 那么如果照这个来看 武熟福 我们找不到详细的记录 它是不是像我们现在的九宫阁啊 对不对 它有可能是同时在主食食物 但你说它就一定是火锅吗 不敢说吧 对吧 我们看到一些出土文物里面 还有那种分餐制的餐具 我们愣说它是穿越过去的人 把现在咱们这帮打工社畜们 平时中午吃盒饭那东西给带过去了 餐盘带过去了 不合适吧 对吧 开玩笑可以 真正历史是不敢这么去胡说的 对吧 那么我们说 真正能够对应的上的 可能有人就认为呢 是辽代 有一张图 那个图里面啊 就是在夏花园 辽代夏花园呢 就是张世青墓 就是那个张世青墓里面出了什么 张世青墓出了 它那个墓顶上啊 出了我们所谓的 就是这个黄道十二宫 出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星象十二宫 的具体的画 除此之外 在附近的那些墓里面呢 出了一些生活场景 因为古人喜欢在墙上有壁画 辽代的这个藏俗里面有壁画嘛 那么他这个壁画里面有一个藏俗呢 有人认为啊 三个人 三个其他男子啊 就是那种坤手边发 然后呢 手里口锅 那个锅里头看着像煮个鸡之类的 他们认为那是火锅 我以前写过篇文章 我认为呢 这个不应该是火锅 因为我们无法判断 对吧 你无法根据他这个动作行为判断 他一定就是锅子 真正锅子是什么时候呢 就有了明确记载 就文字跟炒骨对应上 明确说文字里面有记载 就是南宋有一个人叫林洪 哦 兔肉的那个是吗 对 他写的山家亲贡里面 有一道菜叫波霞贡 听说过听说过 你讲讲呗 别别您讲 我记得好像是说 那个兔肉切成片 然后就涮着吃 就从这来的 说他去寻访一个叫纸纸诗 的一个禅诗 到山里呢 人家给他留饭 就是用的这个铜的挑子啊 这个有点像红一小火炉吧 铜挑子吧 就是然后呢 像你说的没错 他是拿兔肉片在锅里去涮 因为这个锅啊 水一开之后 热气蒸腾 拿这个筷子 夹着兔肉片在里面啊 这么一拉滑了啊 这个云雾就散了 就像是有人 把漫天的云霞拨开一样 所以叫波霞供 这样美感的一个呢 但是他的吃法 跟我们今天又不太一样 我们今天涮完了蘸料 但是请注意 在书里面是蘸完料 再去涮 对 他不是涮没了吗 把料 所以你看没有 这就有来了很多疑问了 然后他回到京师 就发现 其实这种吃饭 在京师已经流行开了 这说明 这东西咱只能说 林宏技术 是已经非常成熟的一种吃法 只不过他以前没有见过 或许呢 就是在南宋 就是这种吃法 正式流传开来了 因此啊 就是网上说的什么 忽必烈带兵去打仗 然后切了一堆羊肉 正准备吃呢 结果战事紧急怎么办呢 把自己头盔摘下来 在里面涮 这不胡扯八道吗 是用头盔 可以用头盔怎么着了 用头盔可以不带盐了 那天天捂着那汗是吧 而且这个古人 古人头盔啊 我不知道写这些的人 看看没看过 给他一个金属锅 让他到那顶上戴得住 古人的头盔里面 也是要戴衬的 你不然的话 那真有人一大棒子 给你抡过来 直接金属 那是附带加成 加Buff了 那不打得更晕吗 对不对 那他里面的衬垫 他怎么办呢 他怎么不去考虑这个问题啊 你说有没有拿头盔来煮 煮饭的 有 对吧 你说二战期间 我们看到 对吧 有拿头盔打个水 煮过饭的 那是江九 忽必烈是什么人呢 拿自己头盔给你做顿饭吃 太穷抠了吧 不至于 不至于 真不至于 这故事就 所以就不能扯远 而且你看 哪怕涮羊肉流遍到今天 我们讲 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变化在哪 我们看老先生们写 写上个世纪 二三十年代的时候 那北京城吃涮羊肉 对吧 当时可不只是所谓的东来顺 北京其实当时的美食 基本上是集中在宣武一带 南城 南城 就是道理很简单 因为那个时候 老百姓还习惯的 有的时候还管宣武门叫什么呢 叫顺志门 这个顺志门 其实是这个元代时候顺真门 给念化了 念成顺志门 实际上就是因为满汉要分来居住 内城是不允许汉人居住的 这个所谓的达光贵人们的集中 就是在这个前门之外 然后到这个宣武门这些地界 尤其是宣武门之外 尤其是这个前门之外 他就集中居住在这个地方 另外呢 还有就是叫门菜 在清末的时候比较兴盛 叫门菜就是清真菜 就是比如说像什么这个 两一轩啊 这一类的 那个时候就比较兴盛 那么当时呢就是北京啊 就是卖羊肉的叫羊肉床子 对对对对 这个猪肉呢 你就不能叫猪肉床子了 你得叫猪肉杠子 这个过去啊 这个顺羊肉的好手啊 都得是羊肉床子上出身 您就比如说 北京特别有名的黑印池先生 姓黑你一听就是回民 对吧 这黑印池先生 他们就是羊肉床 那是切羊肉切出来的 他要保证这一盘肉八两 切出来的得是个什么样 这有讲究的 那不是一般 一般说是随便的 但是啊 你看老辈子人写的什么呢 他一定要用张家口外的口膜 掉这汤 口膜的那个口 就是张家口的口 对啊 张家口口 对啊 口膜的口就是张家口 口外嘛 这口膜一定要拿口膜来掉汤 而不是现在 给你扔两干虾皮 两虾米人 两红枣 两盘两两两两两 两估计这大葱就算是一锅汤清水 不是 那个时候人像口膜汤 而且你看啊 他们提到的 涮肉调料里面有一样 我们现在未必还放了 卤虾油 卤虾油 卤就是卤肉的卤 虾是虾米的虾 卤虾油 你们天津应该还吃吧 卤虾油 是不是虾酱了那个头上的油啊 也可以也可以这么讲吧 就是这个虾油 那碗咸中带腥 有点像这个广东啊 这个福建了 南海南南海南 你们朋友吃的鱼露了 但是比鱼露的味道呢 没有那么腥 更咸一些了 卤虾油一定要搭配上才好吃 对吧 而不是什么所谓二八酱 也不知道二八酱 二八酱这个鞋性玩意儿 是怎么来的 我就纳了闷了 我以为二八酱 大家以前都吃二八酱 没有没有没有 我妈就跟我说 什么是二八酱 我没听过 我妈是老北京 我没听过 不知道有什么二八酱 二八酱也不知道怎么着 就挺邪乎的这两年 家里但凡有点条件的 谁吃二八酱啊 芝麻酱不香啊 非掺花生酱干嘛呀 而且掺了之后 芝麻味被盖的太重 对没错是吧 所以你看就是短短这几十年间 我们说饮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你再比如说我们说 那个英国女孩福霞 对吧 福霞她其实挺敢写的 她写了一个什么现象呢 叫中餐火锅化 年轻一点的 像你们俩都是90后 可能2000后啊 咱平时可能经常吃什么的 这个这个这个 炸串 烤冷面 麻辣烫 这个沙线 是吧 到时都吃过 然后炸鸡排 淀粉肠 是吧 就是然后呢 好一点呢 咱去吃火锅 去这个串串辣啊 波波鸡是吧 一圆一串的波波鸡啊 是吧 就吃这些东西你们发现没有 中辣 中麻 中油 完全遮盖了饮食本身 该有的味道 对吧 当然可能大伙说了 我像你说的这么轻巧 我平时工作那么忙 我哪是那么 是其实我有这毛病 你说几天不吃火锅 我也想的话 我自己口也被带偏了 对吧 但是咱们说呢 这个东西是好吗 不敢说 对不对 会不会将来中餐就全 往这个路子上发展 这也不敢说 而且太单一化了 对 就是你现在但凡想吃点别的 清淡一点东西 会非常的困难 对 想找一家 就很难 对 尤其到你们那边 对吧 就是好像不搁辣 就完全不行 但是你说你们穿人吃辣 才多少年的历史 没几年 是 是吧 这是一共同共算下来 你像辣椒进入中国 我们看 比较早的记载 就是这个谁 尊生八坚里头所说的 当时在宁波地区 出现了辣椒 那个时候的人呢 把辣椒干什么呢 还不是在你们那 是现在宁波 你们猜他们干什么 就是想不到 不是吃吗 拿来腌东西 根本不是吃的 是看的 因为翻椒 或者是海椒 当时对他的叫法 它长得像毛笔头 就那个 他们可能当时 见到那个品种 就像用过了的毛笔头 但是鲜红可爱 你种一盆对吧 在家里头 多好看呢 那个西洋人 西洋人看西洋市 那个故事 对对对 对对对 文人拿他养养眼嘛 先生肥狗 胖丫头 天鹏 天鹏 鱼缸 石榴树 对吧 现在除了石榴树之外 咱可以家里养一盆辣椒 看着多养眼 多好看 然后 慢慢这么着 还有其他地方 再到了你们西南地区 基本上我们在贵州地方 辅职里面 就能够查阅到 不少这样的资料 去了之后 土民 就是当地这个咱们说 甭管西南移啊 还是什么也好 就是现在的少数民族 就发现他什么呢 这东西好 好在哪 他能够顶替盐 对 因为盐特别贵 盐太贵了 这个东西就 相当于一个平价的替代品 用来调味什么的 没味儿吗 对 你看你到他们重庆石柱 对吧 你到重庆石柱 你就去他那个古街 我建议大家要到石柱 吃几点东西 首先人家是二斤条的 主要产区 对吧 然后呢 一定要吃他们当地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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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虾 没吃 凉虾有点类似于 冰粉的复合体 对 就是 它 它是一个 甜品 主要是 应该叫糖水 这样的说法 对 这个凉虾里头 要就是有 那个 冰粉吃过吧 然后他会放些 糯米小丸子 之类的东西 就是一个 叠buff的东西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到人家那儿呢 还要加上 唠叨 我特别喜欢 唠叨 然后我没有想到 重庆石柱 还有什么 我在当生老街上 看到了什么 首先人家玩水龙 这个我还不知道 水龙 你看当地人都不知道吧 水龙是什么 咱说一般是 咱耍火龙啊 风延过节气 对吧 咱耍那龙 对吧 你像我们到浙江 看那个 纸扎火龙 他那个龙 是要烧了的 点子 招着火 到持住 在那个古街上 沙是好看啊 而且还是女性 然后呢 他那个龙扎完之后啊 是能够喷水的 周围的人跟过 泼水 就像往那龙上浇水 得 哄你一声 他耍水龙 再有我到石柱 我没想到啊 咱说中国古人 所谓有这么一句 千里唇羹 未下齿炎 对吧 这个纯菜羹 是很有名的 当年张继啊 这个这个 丝纯炉之丝嘛 对吧 纯炉之丝 炉鱼 纯菜 这纯菜应该产哪 江南吧 你们知道 现在中国最大的 纯菜产区是哪吧 重庆石柱啊 我就我就跑到 重庆石柱 就是专门还下田 去捞人家 直接从水里 捞出来的纯菜 就可以吃 非常香甜 口感极其滑 你比做成汤还好喝 就是空口生吃啊 对 空口生吃 对吧 所以你就看吧 它不仅仅是 饮食的口味变了 甚至产区 原本物种的产区 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对吧 耳滨 人家家里出卖月煤 是吧 我们甘肃 你们知道吗 我们甘肃 居然是 我也是去年才知道的 市面上 咱们75%的橄榄油 出自我们甘肃 龙南地区 你能想象我们甘肃 出橄榄油吗 我都想 是因为比较干燥吗 那个地中海气候不也是 那边产橄榄油吗 是这个 橄榄树 是这个意思 你不要对我们甘肃 有这样的偏见 我们甘肃是整个中国 除了海洋没有之外 所有的地形地貌都有的 就是在文县五都那一带 是靠近四川陕南地区 所以我们有大熊猫 我们有金丝猴 我们还有橄榄 然后到了当地 我发现了一个什么呢 我都有点反应不过来 四处在河道旁边 贴着警示标语 警示牌什么呢 长江中上游地区 十年近鱼不得不列 我突然反应过来 对 这算长江中上游 所以那儿的气候条件 那儿产柚子产橘子 所以我们说 就是物产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口味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还是回到那个题目 就回到海参了 您肯定是吃海参的 他行 你去天津吃过捞面没 捞面 您说是天津捞面 天津人呢 这天津人呢 习惯可怪了 这天津人结婚 人家不能白天见 人家得晚上结 是要吃那个四叠捞面 你看 咱们其他地方呢 你什么时候说 媳妇晚上进门啊 你哥别地 那什么那村二婚 对吧 是 只有到人天津 咱北京结婚也是啊 您吃酒席 谁跟你说晚上去吃啊 那晚上那顿 估计都是朋友们聚会了 就是四叠小规模了 正常都是大中午山 这还不开席啊 是 是吧 然后人家那捞面 他们那捞面要讲究一点 他你看 他们的结婚时候 女的都带花 都带一朵红花 他肯定带花 你看这小的 就是那个小红喜字 那个绒的那个 扎穿的脑袋上 是吧 是吧 然后吃捞面 你看这天津人 对你好不好 不是带你去吃 起着林小白楼 也不是带你去吃那倒了牌子的 那个那种包子 是吧 人家一定得让你家里 或者带你找一好的地方 去吃什么 你一定要吃他们家捞面 捞面 怎么个捞法 你让他说吧 没有什么特殊 因为从小就吃 所以不知道他到底特殊在哪 但是不感觉好像 什么口味的 咸咸的 什么都有 放什么都有 就是他放什么面板都有 不像北京吃炸炸面 就那么单调的景样 为什么 因为人家当年天津有钱 你放心吧 有好吃的地方 你看近代时尚 但凡有好吃的地方 要么首都 当年做北洋首都的时候 北京城一样好吃 后来就不行了 然后要么什么呢 水路通渠交通码头 重庆典型例子 要么就是开步比较早 由外来的所谓的殖民地 带来的虚假繁荣 带来的畸形繁荣之后 饮食上也会大大进步 天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酒喝下烧的地方 那鱼龙百戏混杂的地方 为什么说北京城过去 您这相饮演员也好 京剧演员也好 您在北京混出来 那不叫混出来 您得去天津 对吧 到天津 你看那相饮演员都规规矩矩的 因为那个说的不好 都懂 对 相饮真敢哄你啊 他们比你明白 然后呢 吃的也好 对吧 您想北京这边还不知道大菜 不知道西餐是怎么回事呢 人那边已经风风火火的开了 当然没这么邪话 当然北京老六国饭店什么的 北京也很早就有所谓的饭菜了 但是你看天津再有一个呢 酒喝下烧 我们说但凡好吃的那海鲜啊 一定是两回水的 它毕竟要是咸淡水交汇的地方 螃蟹 您必须是那的好 对吧 然后各种鱼虾也都是那好 为什么 首先微生物负集 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好的采食环境 对吧 再有很多淤泥泥沙 这样一来呢 就有不少的软体动物 贝类能够在里头 那这底层的食物一负集了 上面好吃的鱼就更多了呀 再加上天津又不算是太暖和的一个地方 那鱼虾的生长期都长了 所以人家那个各种海鲜啊 味道都特别好 对吧 海参这一类的食物 如果鲜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鲜食你真能吃出什么滋味来吗 它好像确实没什么味 你看我当时去大连那边去海参一些养殖场啊 就是头一回也见到活海参 还觉得挺好玩的 抓手里那东西 抓手里软软的 但是你稍微攥两下 它就会变得硬邦邦的 很奇怪 对 然后呢 人家给我们做这个凉拌海参吃 我印象特别深刻 可是说实话 除了醋跟蒜的滋味啊 你尝不出它有什么鲜味来 鲜鲍鱼 咱们说咱现在啊 咱也能买得起 对吧 但是鲜鲍鱼真的好吃吗 确实也没什么味道 都是调味的味道 对吧 你有没有看到 就是有人对鲜鲍鱼特别感兴趣 还说这东西吃起来有一股自然的香甜 没有吧 我们很少看到吧 对不对 它的蛋白质没有经过风干这种熟成的过程之后 就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分解 没有办法进行分解 它所谓的方向物质就出不来 因此你看好的鲍鱼 好的海参一定是干制的 而不是新鲜的 新鲜的才多少钱一斤呢 确实 对吧 咱随便一个水产市场都能够买得到 所以你看 这是现在因为有了方法 制作方法 那古人是不是也这么去处理海参呢 那这种方法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 孔子那个时代能不能够赶得上呢 这问题一想就多了 对吧 包括海参的吃法 你看我们书里面提过这个所谓的竹鸥海参 还有这个 我到那时候去上海 我特别喜欢吃上海的一道菜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虾子大乌参 听着就好吃 真的好吃 你知道吗 哎呀 洪水下来了 但是这个虾子大乌参 那这虾子的海参怎么融合呀 你看啊 这个我们小时候啊 就是这个上海 就是江城能够买到一种酱油 这酱油叫什么叫虾子酱油 那个虾子酱油里面就是这个 有一个小的那个虾的那个卵 里头做那个酱油 所以虾子大乌参 就是拿这个跟大乌参 大乌参调配的 其实呢 大乌参在海参里面不算是上品 我们说好的海参 刺参 梅花参 对吧 大乌参呢 看起来个头就比较大 有点像海黄瓜似的 哎 整条很过瘾 但是浑身的很光柳 没有那个尖锐的凸起 嗯 但是呢 就是从上海那边就开发出来了 虾子大乌参这道菜 哎 也是名造一时的 上海过去说这个老弄堂里的老底子的几道菜嘛 一个是阳山玉沙拉 对吧 一个是炸猪排 配伍斯特酱油 再有一个呢 就是罗宋汤 哎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像什么 嗯 雪菜阳山玉湯啊 什么上海的老菜 我也很喜欢吃 但你就发现呢 很多菜其实是诞生的时间并不早 甚至很晚近才有 所以你去考察这段历史的时候 你就又同时呢 又能够把很多历史呢 跟它相勾结之上 再有呢 我觉得其实你看美食啊 它可能更符合我的定位 其实你说呢 我 那郭德纲夏尔尼怎么说的 二手科学家啊 这个平时节目里 我连二手都不敢说 因为从科学家那儿 捣到导演那儿 再捣到我那儿 我这算三手就不错了 是吧 你自己看那点东西 也是科学家嚼完了胃给你的 就顶天一二三手科学家 对吧 然后确实走南床 被走过的地方不少 只有吃这样东西吧 拿马不拥那句话 怎么说来着 食物至真 这食物是不会骗人的 你吃下去好不好 就是在你的嘴里 感受就是如此 就这么着呢 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 或许我还有点发言权 再加上呢 潜虚了 没没没 咱过去呢 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 就是杂家看待 不敢说杂家啊 这杂人看待吧 力争往把博物学家方向去发展 是吧 什么我都能跟您聊两句 然后呢 关键性的问题呢 咱记不清楚的 就可以巧妙的回避开来 就这么着呢 就有了咱们当时创作 这个某某美食家系列 这么一个想法 你看绕了一大圈 总算绕完 刚才讲了这么大一段 书里边都是这样的内容 就非常的精彩 就是从一个一个小细节 然后发展开去 每个事都可以掰开了揉碎了 讲出好多的门道了 美食是一种体验 但是它背后的这个故事 历史源流 都是我们特别想探究的东西 对 因为你要去考虑啊 就是我们一直说中国有饮食文化 但是现在谁来给我总结一下 什么叫饮食文化 这个就很难去 真的很难 对吧 那你如果其实往上导的话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对于物种的驯化 对吧 从食材开始 它是要首先有对物种的驯化 而物种的驯化 又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 要具备社会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 你单纯的一家一户的序幕 你是完不成去对物种驯化的 你必须有一群人聚集在一起 形成你所谓中华文明 最早的那几多小火花的时候 才开始会有类似大规模 协同作战的一些可能 因为植物的驯化 它不是说在我们家后菜丸子里头 花几代人 我就可以完成的 因为你这个地方 你不能来回变 你变了之后 可能你就继续不下去了 对不对 首先你要有个安定的场所居住 怎么能安定呢 你能在这块水草风貌 然后有稳固的住宅 同时有相应的防御 有相应的防御体系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甭管是掩石啊 还是我们说二里头二里钩啊 等等 陶寺啊 我们看中国在那个时代的一些城市 它虽然不是城市 或者是聚落定居点 它已经具备了类似的特征 比如修有明显的豪沟 这豪沟既防人也防野兽 对吧 你只有在这样的条件 你才会安心去生产 你活都活不到明天 想着到处跑 还驯化什么呀 所以你看我们的老祖宗 路边到今天为止 咱们长满了这个什么 长满了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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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狗一把草 对吧 是 我给你三三年的时间 你能把狗一把草 给我驯化成小小米吗 三十年给你 但让你一年换一地方 你弄不出来 对吧 就是如果我们再往前倒的话 它首先是一部驯化的历史 然后它又伴随了我们文明的起源 你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历史和影视 真正的所谓勾连起来了 对吧 相应的 我们说中国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青铜器虽然晚 但是我们的青铜器造的比别人家精美 气形更加多样 咱到博物馆里那一连串不认识的字 对吧 那都是祖先的智慧 对吧 那什么光啊 宫啊 胡啊 家呀 什么的 隔一块鱼 对都谁呀 对吧 长成就长得 怎么长这样了 那是什么小陈 小陈锡尊 咱们都说四母鼎了 什么的 什么小陈锡啊 这个小陈鱼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个犀牛 那个小陈鱼啊 等等的 何尊呢 这个宅自中国呀 对吧 像曾侯乙的 曾侯乙出的那套 这个曾侯乙的盘啊 曾侯乙的边中啊 怎么就那么多呀 那个气形怎么就那么发达呀 他同时伴随着理智的诞生啊 孔子怎么说的 对吧 不得其将不实 割不正不实 不撤僵实 老夫子真是一身的臭毛病啊 但是你看啊 他当时就严格的要求 这一个人 一个餐脊商 左边搁什么 右边搁什么 带骨头的肉 搁左边 不带骨头的肉 搁右边 搁什么 酱 上几个豆 上几个鞭 这是有严格规定的 到了 甚至这东西会影响到 后来什么呢 你看我那天 我们在那个 我们当时去张河附近嘛 去张河附近去寻找 就是当时的这个夜城城址嘛 在夜城城址那个 有一个隐藏的城门附近呢 我在地上啊 就跟着咱们社科院 这个张河考古那边的 这个沈丽华老师啊 沈丽华老师 我们在那边呢 就是在河滩上呢 就是寻找那个隐藏的城门 那城门很有意思 就是正常我们的城门 都是明门 对吧 然后那个夜城 他那个城啊 正好是在城墙底下 掏了一个城门 直通战壕 壕沟 哦 所以这是在考古发现当中 紧见的 它很有可能是干什么呢 当敌军围困夜城的时候 那个时候 南北朝时期嘛 夜城经常被围嘛 对吧 哎 他会从底下穿过来 城里的守军 直接从背后袭击攻城的敌军 哦 这个夜城我们真的不能小看 为什么 你看啊 我们老说汉唐雄风 动不动就说长安城 唐长安城有多么的绚丽 怎么样怎么样 谁都忽略了夜城 夜城承袭的什么 承袭的就是汉代的文明之光啊 隋代州建立隋朝之后 到了长安发现 啥都没有 怎么办 把夜城的富户工匠和夜城的文化技艺 带到了长安城 这才修造出来了隋的大兴城啊 哦 实际上等于是从河北转了一圈 来到了你这个长安 哦 对吧 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了吧 哎 我们在当地呢 就在那河滩上啊 就随便找 瓦片残存的豆 豆就是那种长 上面一个圆盘 下面中间一个长饼 下面一个托 看着跟个油灯似的 这是一种餐具 嗯 搁点饮食什么的 能你能找到好多残存的豆饼啊 豆托啊 特别有意思 我还抓了好几个 然后考古就看我一眼 放下我说怎么了 你站那地是个木 哎呦 我得了 我搁进去吧 他都被大水冲的 已经认不出来了 但是一看呢 你看 他跟周围不一样 是下凹的 哎 然后里面搁这些东西 我得了 哎 打扰打扰 给人搁那去啊 咱也不乱动了 为什么说到这个豆呢 就是说我们说这个 饮食区典片当中 还有这个 灯字怎么写 火钉 火钉 你有没有觉得 灯和豆 读起来像不像 但是那个时候的字音 未必是这样啊 但是在那个年代啊 这个豆 它通 邓 哎 就是火子旁一个灯 他通这个灯 嘛 灯的灯 他也通这个灯 慢慢慢慢 这个豆里面啊 就有人啊 搁上油之后 咳心 它就变成了灯 哦 它由食器变成了照明器具 哎 刚才说他这个形状的时候 就觉得像 是不是像灯 对对对 后来我们经常现在 包括一些 古装剧里面 不是手里拿着这么一个 手掩着就过来了吗 这个是从食器转化来 你看 反体字的灯 也是一个火 一个灯嘛 对对对对 它其实是这样子而来的 所以你看了没有 你如果不去考察这番东西 可能我们看到灯就是灯 你绝对想象不到 它跟博物馆里 给你斩成的战国 汉代的豆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系 对吧 这个 但接下来呢 除了理智 它是深刻刻印在 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 对吧 哪怕是我们到了 存天旅 这个灭人 玉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后来的这个 这个阶段当中 理学盛行的阶段当中 其实还是把这个理 没有扔掉 那么儒家 某种程度讲 儒家当时不兴盛的 一个很重要原因 就是儒家 很大程度上是干什么呢 给人搞祭祀 帮人下葬的 对吧 那他也更要遵循 这一套东西了 就这么着 你才能够把 所谓的历史 所谓的文化 和所谓的饮食 真正联系在一起 那你看 咱们说咱们现在吃的东西当中 刚才我们说了 小米 这是狗尾巴草驯化的 真的是狗尾巴草驯化 我以为刚才是随便举例子 没有 就是因为小米 是我们特别自豪的 几乎全世界 只有我们使用它 所以我们把它驯化了 这是我们 发现它 祖先小心翼翼的 有了固定的居所 有了足够的实力 把它一代代繁衍成了不同的 小米也有不同的种类 这知道吧 所以粘到包的意思是吗 不粘的是黄米 对吧 包括古人所说的 这个树啊 鸡啊 就不同的字 其实是代表了 不同年性 就像我们今天有 仙道 金道 诺道 一样 他们那个时候 也是通过不同的繁育 这样才有 而我们说 起码我们说到唐代的时候 你看了没有 官员的工资里面 相当一大部分比例是小米 国家储存的也是小米 没听说过国家储存稻子吧 也没听说过国家储存小麦吧 为什么呢 就是小麦进入我们中国 相对也比较晚 是从西亚地区来的 来了之后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问题 我们没有现代的石墨 所以小麦来了之后 我们是历史 它就一定不好吃 您吃过吗 你没有吃过麦子饭吗 好像没有 没吃过 割过麦子吗 没有 吃过青吗 吃过燕麦 燕麦吃过 那应该就又两种东西了 这个燕麦大麦油麦 又是另外一套壳了 所以这个小麦来说 我们那时候有没有墨呢 有 我们的墨像什么呢 我们的墨就像是一个石板 或者像一滑板 特别像滑板 然后略有点翘 翘头 然后有一个擀面杖一样的棍 在上面擀 我们那个时候可以把它 加工成一些碎的渣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古人动不动吃羹 他为啥要吃羹 就是他把这个撒 就是米子旁一个餐 也可以叫做撒 你先到锦宁那边 你还能除了吃绷肉之外 还能喝撒汤 就把这个再加上菜叶子 如果有肉更好 煮成一锅 你看 就是说我们说 为啥那个时候 这个会有剪造剂 就是当时这个部队里的人 是自带粮食的 他身上会带一个像有盖的顶 那玩意叫对 每个人带一个那个 然后到那就把这干粮 干麦的什么 搁一块煮了来吃 到唐代这干麦 也是军队 西北地区 西北军 西北地区的军队所必备的 所以他这个东西 还没有被碾成面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 现在上下盘那个墨之后 你才能从历史变成粉石 而这个墨是在哪出的呢 很有名的一个墨 这墨里出了金履玉衣 离我们这不远 想一想是谁的 他有一后人 结交了俩朋友 干出了一番大事业 那朋友当中有一个特别黑 有一脸特别红 对 对就是河北满城汉墨 这个中山静王刘盛汉 对对 从他的墨葬当中出土了 不仅有 不仅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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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履玉衣 石墨太关键了 他有一套墨呀 就证明我们已经进入粉石阶段了 粉石之后 你的饼 搜水而成饼 加入水 面就能变成饼 这样才有了我们后来的面食 但是汉朝人真的那么爱吃面 怎么不 董仲书都得上书皇上 求求您了 赶紧下纸 不让关东地区种点麦 怎么要不然在这吃不了 都没东西吃啊 然后在这个甚至还专门出过相应的农书啊 这个就是为了指导 关中地区的人去种植 卖的吃不惯 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喜欢 而且可能相应的产量比较低 你要知道一个农业技术 要改变它 改变我 突然你们家原本种粮食了 种菜 这是需要一个调整过程的 在古代资讯部发达的阶段 不是每一个人都擅长迅速的这种转变的 再有你说水道 水道我们 甭管是多地起源说 还是中国起源说 都得必须承认 我们最少在八千到一万年前 我们的祖先 在生活在梁祖啊 其他地方的那些人 就已经开始 开始种植水道了 这是不用世界别的国家 跟我们呛呛的 这我们绝对是头把脚椅啊 但是我们的水道好不好呢 宋代的时候 我们得去求战成道 用战成道改良我们当地水道的品种 不仅得让它高产 还得让它好吃才行啊 你看你们重庆的米就不太好吃 是 到他们那去 我就第一次去 我觉得重庆人真大方 米饭随便吃 米饭不要钱呢 确实我在成都也是 为什么米饭不要钱 对吧 你搁北京 那服务员麻烦给我上碗米 上碗米饭 三块 得 人呢搁一大桶 随便敞开的吃 尤其去吃豆花饭的时候 这点最明显了 对吧 豆花要钱 饭不要钱 使劲吃吧 多好啊 特别干 对 我朋友 有成都朋友说 他们都是那个吃特别油的东西 拿那饭去吸着点油 你看啊 咱们这边就 学人吃火锅就没有学到味 我觉得人家穿鱼地去吃火锅 最后一道菜是神来之笔 吃的差不多了 一定要有泡菜 然后一碗米饭 就这那摊来点泡菜 是 这才是一顿完美的火锅 咱们北方会吃什么呢 除了会涮就不会别的了 但是你看他们四川那种鸡米 就发干 没油性 吃着不香 然后你看 你觉得我们甘肃会有米吗 应该是 赛上江南 不一定有水就有米 米还有旱道呢 不仅有水道还有旱道 所以你看我们小时候 那一说是东北米好吃 再有一个说是在那 银川米就是我们旁边 宁夏回族自治州 人家那个宁夏回族自治区 人家的银川米非常好吃 再加上呢 我们甘肃本身 张晏那些地方呢 也产米 河西走廊啊 曾经是大唐的粮仓 唐天子不好当 不好当在哪 为什么会设置两京 除了长安 还有一洛阳 为啥呀 没有办法 因为运河就到洛阳附近 到不了长安 运粮是太贵 路上太远 唐高宗不想去 都跟大臣急了 自古就未有救食天子 我是要饭 要饭皇上怎么着啊 扛着不去 不去也不行 您还是得去 不去那是不可能的 那就只有这样 才能够勉强养活 当时唐蒙朝庞大的官僚体系 而后来索性由我们甘肃 就是现在河西走廊地区 承担供应大唐 经济地区粮食的问题了 所以你看 你这么细细考察 也发现里面的故事 多了去了 对吧 咱们正到今天为止 其实各路美食家都在写 到底吹饼是不是馒头 五大狼卖的 对 你看 有说是 有说不是的 对吧 就坏就坏在 我们当年就管它叫饼 宋代人虽然曾经盯政过一次 但是未见得全国都通行 就像我们说 今天我说山药蛋 你们能明白是什么东西吗 就是糖糊里 那个山药那一个个 冰糖糊里那东西 洋芋是什么 洋芋是土豆吗 洋山芋是什么 洋山芋 但我只是洋芋 可能是云南那边的土豆的说法 是不是 你看 洋山芋 那是 洋艾瓦里头 洋山芋就是土豆 洋山芋是土豆 就是土豆 相对我们的山芋 人家叫洋山芋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上海老底子里面 洋山芋沙拉 就是土豆沙拉 然后所谓的山药蛋 在我们国家建国初期 以赵树里 现在我们的时候 有一批山药蛋派文学 山药蛋专指土豆 是山西方言 你说的那个也叫山药蛋 我以为是唐胡论那是 对 到了我们甘肃西南 又叫洋芋 就这一个名 你去打去吧 再有 红薯 白薯 甘薯 番薯 搁一块 每个地区有不同的解释 搁到我们旁边这位 到人家广东那 白薯好像有单令的 是吧 不是我们一般意义的 白薯就是红薯 不是 到北京烤白薯呢 又专指红薯 但是我又听一些 老辈子北京来说 你懂什么呀 那红薯是红薯 白薯是什么 白薯 我不对吧 烤白不是 不是烤红薯吗 那里面色都不一样 烤白薯 能是烤红薯吗 给我都说傻了 对吧 你就看 同样北京城 可能四九城 这某样吃食 具体的说法 都不太一样 很难统一到 一起呢 你就去考证 这个扫子面呢 我原以为 我一直以为 我们的扫子面 肯定是正宗的 我作为一个 生在陕南 长在西北 这么一个人 我能说扫子面 不正宗 这么骂人的吗 对吧 扫子面 不就是把肉 炒成扫子 然后有萝卜丁 豆腐丁 土豆丁 胡萝卜丁 再搁点韭菜 熬成的卤子吗 这回去山西 又被人教训了 人家有人当经过说 你说的那不对 说正经扫子 只有肉 这肉 先拿那个肥油下去 再把肉搁进去 肉末搁进去 然后搁到里头 炒岔布林了 当然搁葱姜 炒岔布林了 精华在于 最后要有一大勺辣子进去 这辣子进去之后 还不许搁 要让那肉汤里的那个油啊 一点点把它浸润了 自然化开 说你一旦搁了呀 看着 那辣椒好像熟了 其实它是被油裹着 没熟 你得拿那油 我一点点把它炸香了 炸出来的 这个才叫扫子面的扫子 给我说糊涂了 我说这不就有点像小面了吗 是吧 像重庆小面了吗 对不对 但你看人家这星平人告诉我 这是正经 因为人家正经是骑山人 告诉我 这是我们骑山扫子面的扫子 我说那我打小吃的 放胡萝卜丁 土豆丁 豆腐丁 那算什么呀 为啥我吃的那个骑山扫子面 还有点酸烤 对呀 你看 咱吃的应该说的是这样的吧 人家给我介绍的另一种 你看了没有 你就是找当地人 可能讲出的讲法 都跟你书里面 或者你已知的东西 会有巨大的冲突 那就是这些东西 咱们说 它不是说我是一个特别 我一定要从吃里面寻找到什么 而是我们更希望从吃的背后 去找到关于历史当中的一切 因为每一个人这一生 无论是帝王将相 饭夫走足 饮车卖江 我们都在跟吃打交道 再不爱吃的人 你是说谁敢不吃 而作为我们一个农业大国 怎么可能我们的历史 跟吃没有关系呢 中国历史之上 但凡是治乱行衰之事 必定有一个定律 人口八千万 是死线 只要人口出现超过八千万 必然的要闹事 为什么 土地难以承载这么多的人了 养不活 没有那么多的粮食产出 然后公元1511年 成为了一个分界线 什么事呢 美洲地区的农作物 纷纷飘扬过海 来到我们这 西红柿 土豆 辣椒 腌草 南瓜 玉米 全来了 这一系列的东西 红薯 这一系列来了 就改变了 不仅仅改变了我们的饮食结构 它也到 也从某种程度上 满足了人口增长的潜在需求 所以在乾隆潮 我们才能 清朝我们才能 乾隆潮迅速超过一达两亿 甚至到了清末的时候 我们就有了四亿人口了 这哪来的 就喂出来 全要靠 说实话 全球大航海的这么一个活动 全球贸易体系之下 给我们带来的便利 所以说 一个是我们看历史 另外一个不能够 打破历史 去看待一些问题 你像我们经常会说 张谦出使 西约 给我们带来这 都说是张谦 好顿 就现在我觉得有些写文 就不太注意 不太注意什么 你们都说是张谦带的 真的是张谦带的 他在那种情形之下 被人一扣扣押 走到玉门关 还没出我们甘肃 就给逮着了 一关关十几年 软禁十几年 娶了老婆生了娃 然后临时逃 逃到内国赶紧逃回 他一路逃亡 他哪给你带那些东西去啊 最后就剩俩人 对吧 顶天带老婆回来 咋的 大包小包给你带各种种子 疯了 你只能说是 继张谦之后 我们凿空西域 对吧 张国毕业 有了张业这个名称 然后我们对于西域地区 有了所谓的这个 机密政策之后 那么好 我们才有可能 建立这条通道 东西都来了 然后嘛 所以就这些细节 你得去考啊 包括我们现在日常习惯的 盐糖 这些东西都是怎么来的呀 是 对吧 老过去那首歌的 电视剧里面 醋打哪酸 盐打哪咸 这问题都考虑过吗 五味调和 到底是什么 当年古人怎么调 他这个 他不仅仅体现的是 他不仅仅体现的就是 仅仅是吃的角度 中国最有名的一句话呢 就是有一句就是 关于治国理政的 治大国 如果碰小仙 对吧 这个是 为什么呢 这个里面就可以体现出来 我们当时在行文的时候 我们逻辑思考方面的一个方法 我们经常会把烹饪 饮食和治国理政 做人 搁到一起 对吧 那他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说 你去搜寻他背后的故事 真的不是图一个乐 还真的有 有机会 有可能帮我们 去梳理出来 梳理出来更好的 关于历史的一个认知吧 对 我给我自己才能这么高的高 没有 我看张老师 您这个书的时候 感觉就是 您特别注重 那个历史条件 就比如说说到 孔子有没有吃过这个海参 庄子有没有吃过这个铁锅炖鱼 是吧 那他的历史条件 能不能支持他 去做这些事 里面所有的东西 这个餐具 这个食材 还有调味的东西 可能都没有 然后他是这个历史演变 一点一点才有的 就是所以他其实展开的 是从一个吃饭的这个事上 展开的是一整个 就是非常多样的一个历史 可能因为我是做了多年的科学节目 不仅仅是神神鬼鬼 有正经内容 有正经内容 对 所以你像我们 你像我们现在 我这几年做一场节目 叫解码科技史 我们去考察 这个科技发展史当中的种种故事 这里面就涉及到了 动植物的驯化 是 饲养 对吧 然后我们日常见到的米面 粮油的加工 包括盐的生产 对吧 盐的生产就真的非常有意思 老门 盐大概有几种呢 我们家那反而是有海盐 然后四川的话是有井盐 你看这儿主海为盐 你们那儿有井盐 对吧 然后像其实石柱 石柱 刚才我为什么要提石柱呢 石柱在这个中国石盐史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个川岩入厄 对吧 这个川岩这个入乡 都要从你们石柱走 碑盐 四川的盐是要从石柱这么出去的 这个盐业历史当中 我们说这个中国古书里面 提到和盐有关的人物颇多呀 你比如说我们 黄朝 再往前倒 最有名 黄朝是四盐犯的 对吧 四盐为什么会有 对吧 再往前倒 我们说最当时有一个 就按照春秋战国年间吧 有一个人叫伊顿 这是中国这个商业老祖之一了 他呢 就是先去求的陶珠宫 就是求范李 范李高 他你去养牛羊吧 然后就跑到山西亥州 就是这个我们说 现在就是 关于关夫子 这个运城附近亥州那边 到亥州那边开始犯牛羊 犯牛羊的时候就发现 这个山西的盐 这盐非常好 这个盐非常好呢 他就动了这个念头 按照当地限制 乾隆年间的限制里面说呢 很有可能 他还是中国第一个 开凿运河的人 你看 一部一个盐 你就能没有把 跟运河连接起来 他要 他要把他从这 是运到铺板吧 就是因为要 进盐入闪 要跨过黄河 所以就当地就认为 他开造了一条 一百多公里 长的运河 一百多公里 对 这个在当年 就很了不得了 当然这只是一些 古老传说 那更有意思的传说 你看 这个盐又能跟 吃油联系在一起 这是怎么联系的呢 看啊 就是宋代 有这么一件事 说是这个啊 山西亥州 出了什么事呢 幽龙作乱 就请张天师 从天上请神仙 到那去平定 幽龙作乱 去了之后就说 就张天师 说你要请 去了之后发现什么呢 是吃油作乱 因为按照书上说啊 吃油战败之后 被斩于亥州 所以你看 他正字写的是解 解放的解 也是谢 有人就说呢 你看 盐池那个水是红的 是吃油之邪 所以吃油庙在亥州 然后呢 没想到呢 到了宋代 也不知道哪个倒霉鬼 非要在人旁边 建一个轩辕皇帝庙 什么叫坟头蹦迪啊 千年 这几千年之后啊 这不孝子孙 要在吃油墓 跟前建皇帝庙 不找死吗 所以说吃油就开始 兴妖作乱 然后从天上请的谁呢 请的谁来降吃油呢 请的官老爷 你看 这一串故事下来之后 你就突然觉得是吧 历史它是螺旋前进 不断的打转耳的 宋代皇上出事了 请天师 天师说行 我从天上请人 请官老爷来 官老爷又斩了吃油一回 吃油怎么那么倒霉啊 斩了无数回 是吧 你看 所以他这一连串的故事 联系起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 他其实表现 他或许跟他给我们揭示过 吃油兴许 真的是战死于此 有可能 因为那段历史 我们谁都没法去详解了 对吧 对 然后你再看到后来 亥洲的延夜发展 然后再有说到这个 四川景岩 你们景岩坐的天车 对吧 坐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刀头 那都是历史上很有名的 甚至苏东坡都跑到那去 专人写过相应的诗 四川景岩的故事就不说 但是四川景岩带动的是什么呢 吃牛肉啊 因为这个景岩的天车 拉着卤水爬上来 他得靠牛啊 这牛常年累月的 要么是驮卤水 要么是拉天车 类似不知道多少头 这牛肉 大伙自然就分了 这样就又联系起来了 他就跟什么 登影牛肉啊 张飞牛肉啊 自贡的美食啊 你就跑不出这个圈 你看了没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 人们为了获得一口吃的 或者说是不自觉的 就有一些吃了就会诞生 但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是跟随技术 也是发生着不断的变化的 就像我们养猪一样 你看我们在写的时候 你看这个养猪时 你说中国的猪 重不重要呢 也重要不重要的话 我们加这个字就没了呀 对吧 可是你说 它有多重要呢 为什么在明以前的华儿们 都不爱吃猪呢 对吧 一个是我们说 可能古代的猪啊 饲养的方法不大好 不大好在哪呢 你看 那汉代动不动出的 墓里的那个名气当中啊 就有那个猪圈混测 上层人蹲那儿 那个什么啊 排泄 下面猪啊 这个就跟着 就等着 那你说 那你说真达官贵人 他喜欢吃 他不喜欢吃 是吧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猪 饲养起来 要较为困难 不是说困难在哪 他要吃粮食 他杂食 他得吃的好一点 羊不用啊 给口草就行了 所以呢 再加上有 另外北方湖族兴起吧 这是综合考虑 还有一个 猪的品种的变化 你看我们过去 出土文物里面 那个猪 跟现在猪长得不一样 包括汉代猪的头 你看那边 往往猪脸 猪嘴都特别长 脑袋能占身体三分之一 有猪的那个感觉 对 你在这个时候 你就发现 那个时候的猪 可能就存在着 第一脑袋太大 猪脑壳虽然很好吃 天梯 鼻筋 都是现在的美食 那你当年老百姓 想口猪 我要的是肉 你给我长一大猪脑壳 干什么呀 对吧 再另外 猪攻击起人来 那可比羊凶的多呀 那猪吃人不是没有过 我们只不过现在 看不到那么凶猛的猪了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当时中国猪啊 你看中国猪啊 可能在那个阶段偏瘦 人们吃肉 还是为了吃口油 过瘦了不好吃 对吧 后来我们不断的 但是这现在又面临什么问题呢 中国猪 好多地方名贵品种逐渐消失 这也是不得不引起我们去关注的一个事情了 像什么这个两头屋啊 等等啊 北京黑猪啊 这些品种见不到 我们现在见到的猪 基本上是白猪 就是所谓的约克夏啊 这个乌克兰大白猪啊 这个英国的约克夏猪种啊 是在解放后我们逐渐引入 那些猪呢 出肉率高 给两斤料 它能长一斤肉 咱们过去那猪呢 你给四斤料 它可能才长一斤肉 另外呢 乌克兰大白猪呢 脂肪厚 然后那个肉里面油脂含量高 符合中国人的食用标准 可是我们原本自己的猪呢 就没有人去养了 你看中国现代啊 我们很多的过去的古老的品种 就是这么消失的 80年代的时候 咱们街面上光苹果的品种 随便一统计 大概就20到30种 你现在才有几种 没几种 你现在跟我说苹果品种 还能想出什么呢 红富士 国光 还有呢 国光都很少见了吧 国光都很少见了 行 红富士国光还有什么 确实想不出来什么了 不知道名字 皮特别厚 然后颜色特别深的那种 对就是所谓蛇果啊 画牛苹果之类的吧 但是你看 所以你就看 你就去翻历史书去 你就想找到 当时中国的一些美食品种 是不是跟今天 也有很多的变化 可是我们中国古人呢 又特别不在意 记录这些东西 存向的一些书呢 你比如说这里面 我们就是首推 肯定是齐名要术了 对吧 齐名要术 这位贾斯贤呢 也很奇怪 曾经做过官 但是呢 致力于去写这样的一部书 这部书里面呢 其实就是一个 当时农业技术 跟烹饪技术的大集合 既有教你怎么去种地 包括种香菜 种大葱啊 然后怎么去炸油啊 然后怎么去 怎么去腹小鸡 养鸡养鸭养鹅 他都专门要写上一笔 种残养 这个种丧养残 然后各种烹饪方法 都给你详详细细的 开裂进去 哎呀 没有齐 没有贾斯贤 贾老先生 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的饮食 了解的真是太少了 那么到后来 甭管是谢讽石经啊 还有我们说 伪居员石丹呢 都属于是那种残存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得多翻一点这个笔记 就是所谓的古人笔记啊 像什么这个清一路啊 然后像这个无视中窥路啊 中窥路啊 东京梦华路啊 梦良路啊 西湖老人樊胜禄啊 然后像这个 没有居家室内必用大权啊 多能比试啊 然后再到后来的 隐山政要啊 滋生八肩啊 还有像什么这个调顶级啊 然后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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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清家路啊 这个地精 这个地精剂略啊 等等就是你从这些书里面 就去去翻他的所有东西 你应该把它拼凑起来 再比如说吧 饺子这个问题 饺子什么时候有的到底 不知道 我们那是复杂吃饺子 之前一直有在互联网上有这个讨论 就是过年 为什么这出晚一直要我们吃饺子 但我们这不吃饺子 他一般就说呀 咱们一般就说 一般都归到谁身上呢 张仲景 说张仲景呢 在面对这个汉代瘟疫大流行的时候 自己家中的人口呢 死伤惨重 然后呢 正好呢 他就遇到某一年的冬天 发现百姓啊 饥寒交迫当中 还得忍受病魔的折磨 所以就想了一个办法 用 有两种 下面有两种说法了 一种是把药熬成汤 然后用饺 用面皮包馅 然后下到里面 也有一种说法 那是把料跟肉 和在一起做成馅 各包起来 然后煮成汤 把药材放到馅 对 那甭管怎么说吧 反正这就是饺子的来历 但是正式当中是这样嘛 我们首先啊 就是还是王国维先生那话 二重证据法 幸好 现在无论是在国博 还是在新加斯坦那 我们陆续出土了 唐代的点心和饺子 得益于啊 当地干旱烧雨的气候 所以那个时候的饺子 能够保存下来 其中有十二枚 千里迢迢被运到了国博 有机会 大家可以到国博去看一看啊 那十二枚唐代的饺子 长得什么样 跟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区别了 那我们再说呢 网上导呢 就是岩石谷在文字当中 说的什么呢 今天下吃的烟 叫掩月馄饨 就是个掩月 你想啊 就是青龙掩月 掩月刀 就是这俩子 掩月馄饨 你看他的形状 马上是不是 就是饺子的形状了呢 这个时候 你就能够对应上 起码说在岩石谷生活的那个时代 就有饺子了 但是再往前倒 会出什么事呢 查到的资料 在这个山东 这个古腾国 这个腾州地区 这个古彭国 古薛国的这个春秋墓葬里头 曾经出土了一个铜制的一个青铜斧 就是一种方的装食物的容器 打开到瞬间 哇 整整齐齐 并行并列的排着三十多个像饺子一样的食物 还不少 三十多个 当时 是考古的都知道 出了这个东西 既是惊喜 又是遗憾 你看啊 古代墓葬里出过什么鲜石啊 徐祖师泽山汉墓 出过一盘桃子 鲜的 水淋淋的 曾侯以墓的那个水里面 泡着的水里面 出过几个藕片 就跟刚切完的一样 徐州狮子山汉墓 是狮子山汉墓 反正徐州一个汉墓里头 出那里盘桃子 看着也跟刚从书上摘下来的一样 这饺子就好像是刚包的一样 但是 一旦打开接触空气 迅速氧化 考古的人就喊 实际喊 照相照相照相 幸亏有人带相机了 啪啪啪捏了两张 但是那个时候的相机 可不是像我们现在手机随便就照 留下了几张 较为模糊的照片 当时赶紧拿竹签子 拨开这个其中的一个饺子 看看里面的内容物是什么 是不是饺子 万一是个方便团呢 或者是其他东西 不知道啊 打开 有馅 有皮 这肯定是吃的 肯定是饺子一类的 但是 就是没法保存 特别遗憾 如果它能保存 就证明春秋战国年间 我们就有这样的食物了 对吧 然后你看到了这个 到了宋代的时候就出现了饺 或者是夹 但是夹呢 到底是不是饺子 你看现代先生们写的书里头 也各有不同的争论 有人认为就是见饺 有人认为就不是 但应该说呢 准确的讲到元代道明清 饺子 贬食 这样的戳法 就已经正式就有了 然后你说 然后你看 现在好多朋友说 我们广东人不吃饺子 不一定啊 比如说 袁梅在 隋元时代里面就专说 他到广东去 到广州 吃到了什么呢 颠簸棱 感觉很乖 听着像 英文管饺子 对 再说 就Dumpling 对 Dumpling 广州人 为了救活洋人 或者怎么着 他们居然管饺子 当不理 然后他们也 当然他们也有饺子 而且谁说 广州人不吃饺子的 人家过冬天 过年的人 人家小油饺子 那不就是个饺子吗 还有虾饺子 对 人家包的馅儿 就是不一样吧 而且你如果仔细去查 因为广东菜呢 又分成广府菜 跟客家菜 客家菜 比如惠州地区 比较典型的 像他们那边 然后甚至 我们说到 博洋 到江西 再到福建 你都会发现 客家 一些饮食习惯当中 一定会存在 像饺子一样的东西 因为是客家人嘛 对 他们来的时候 没有面粉 然后呢 就拿 米粉 来替代面 做成这种 像饺子一样的东西 而且你像 到江西 景德镇那头 他的名字就直 很直白 叫饺子八 叫什么 饺子八 饺子八 米子放一个八 哦 而且他里面 要割腊萝卜 腊萝卜馅的 到景德镇呢 一定要吃 他们的那个 碱水八 炒好的碱水八 和他们的饺子八 碱水八 然后你到了福建 三明 他们有一个东西 我一直想去尝尝 没机会 叫什么呢 叫客秋包 我第一次看到 这个名字 客人的客秋 天的秋 包 包子的包 我马上想到了 南音里面 著名的那段 或者说我们最熟 我们北方人最熟悉的 客途秋恨 挺诗意的 它就代表了 来到此地的客家人 对于故土的一种怀念 他不仅要掺米饭 而且他要掺 芋头粉 然后他们把这种制成的 叫客秋包 我当时看这个名字 我觉得从起名字的角度讲 饺子八和客秋包 各有千秋 但是好像客秋包让你听起来 更雅致一些 是吧 然后你看 他们惠州地区 也有就是各种骏子 虾仁 然后用这个米粉包裹起来的食物 还有呢 你知道的广东 还有什么糖散蛋 这个糖环蛋散 这一类的 也都是要炸制的一些面食 没有面的话 那种米粉来替代 所以你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 说某某地方就不吃某某 就像我们所吃的面条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 就我们西北吃面条了 你后来看吧 哪儿不吃面条 有一年我去福建 那个哪儿 那个那个 南少林 那是那个泉州 泉州我们拍南少林 在一山上 北老大哥把我认出来了 特别热情 那老大哥招待了我们 吃三天饭 顿顿都有丝面 都有沙茶面 我觉得比我们的西北面 好吃多了 西北我这么说 不是说我们的面食不好 但是其实你看 西北人我们愿意把面条 做成各式花样 驴蹄子面 什么大刀面 剃肌 这算是华北 什么驴蹄子面 我们兰州的牛肉面 炒泡 炒鞭炮 此窝窝子 炒鞭炮 其实它无非是在面 本身的形状上发生变化 不讲究汤头 对吧 你看我到陕西吃这一溜 一会儿我就发现几乎都是醋和辣的少不了 我们有一天当人博物馆 把你那个卤子给吃完了 有人恶狠狠瞪着我 想我那天把肉哨子多加了两手 这个人家当地的博物馆就是醋和辣椒 醋卤面 我们甘肃也这么吃 再加点盐 那就是一顿饭了 那其实说明什么 就是蔬菜种类和其他的配菜资源相对匮乏 我们这样一个人天津日的吃碗捞面十几样菜满 从海参到黄豆什么都有 那还了得呀 对吧 其实某种程度上讲 就是因漏就简 我们尽可能的在面食本身的花样做文章 焦头上我们真做不了什么太多的文章 物产没有人家丰富 但是你看 当然苏州三峡面 书里也写了 特别馋 对吧 然后你到上海 甭管是大排面黄鱼面 你看有一年去上海 某一个姓马的叫马伯雍 请我去吃饭 我一开始 妈穷扣死我们小店 还没人 没人演播室大 来趟上上就请我吃这 吃黄鱼面 黄鱼面 你西边长大 请我吃面条 你怎么想 再来一碗 有没有别的花样的再给我来一份 他们家的黄鱼面 蟹黄面是真正好吃 我后来就发现 你看南方 甭管是 对 还要到杭州 对吧 片川 很典型 对不对 然后人家那个面割的时候 还特别讲究 要什么挤鱼头观音背 他那个形状 他要挤鱼头观音背 给你扑那 你看就跟梳子碧果一样 长长齐齐 老上海的杨春面 我小时候 对杨春面有莫名的 好感 小时候没有一个电视剧 电视电视剧 讲画楼庚先生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 说画龙 画老公 少时佳贫 一边攻读 一边要吃饱饭 怎么办呢 一个童子买一碗杨春面吃 旁边就说你吃得饱吗 你算算 这一碗杨春面是一百根 我吃一百根面 我还饱不了吗 我就对这个印象特别深 我就一直想知道 杨春你听这名字都很美 对 我就觉得杨春面名字听着就特别 白鲜 杨春面是什么个样子呢 再加上当时我有一个 我妈有个同事 就是人家一家的都是上海人 小时候在人家住过两天 人生第一次吃到的竹笋 竹笋 惊为天物 那时候就养了一毛病 到北京来玩 跑子竹院偷竹笋去 爬人家竹笋 然后当时吃竹笋 跟现在的竹笋也不一样 那个竹笋吃的真的是鲜甜的 我记得那个阿姨呢 就是可能是类似于 烟肚鲜那样的东西吧 有这个肉排里头 煮出来的真好吃 喝这个人 我当时觉得天天最好吃的 就应该是竹笋了 所以对杨春面就莫名的好感 一直想吃杨春面 是个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 然后后来又到上海吃到大排面 都说上海人酷酷酥酥的 不啊 那一块大排真左是啊 是真的一整块大肉排 给你割里头啊 对吧 然后到镇江 在吃人家的鲜鱼面 天哪 镇江的锅盖面 小的时候 看话说长江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专题片的时候 对吧 就知道镇江有三怪 哪三怪呢 这个香醋放不坏 摇肉不当菜 再有一个什么呢 锅里煮锅盖 他那个面煮起来特别奇怪 咱们煮面 要么开锅煮 对吧 很少有人盖着锅盖煮 你盖锅不铺了吗 人家是割一个特别小的锅盖 对 一口大锅里面 给你割一个小锅盖 在那边滚着 你也不知道到底是煮面 还是煮锅盖 对吧 但是你就想吃啊 对吧 扇鱼 扇户再搭配上面 天哪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馋的 然后你再看看人家鲤鱼 是吧 清代啊 人家这个鲤鱼 人家在写面条里面 八针面 五味面 人家把虾干 蟹干 鸡肉 菌干 这些东西碾成粉 和成水 和到面里头 那面条你还用加什么佐料啊 听着就很鲜 听着就鲜的 比你现在拿鸡精煮出来的面 强多了 是不是 所以就真的 你看这个中国面食范围之广 各有各的特点之外 你从里面就有可以发现很多讲究 是吧 这个不同地区的人们 为什么会不约儿童选择面食呢 杭州 你看杭州就很有意思 周围的人都瞧不起杭州话 因为杭州话里面保留了相当一大部分 来自于汴京东京口音 所以说有这个管汤包是从这来 对 就是他们毕竟是在这个靖康之尺的时候 跑来了一大批 对吧 所以我们说宋嫂鱼羹 宋嫂鱼羹的传说就是高宗 每日经常就会到西湖之上排解心情 对吧 毕竟面对着沉重的压力 对吧 搞得这老哥现在后来身体都不行了 作为一个国君 他不得想着自己这位置能坐几天呢 而且周边一帮大臣一天到晚又哭嚎着 我得打回去啊 对吧 而且他也担心人家哪天都打过来啊 说这有一天接啥 突然看到宋嫂鱼羹去人家 说我好像记得你啊 因为你看啊 宋代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叫所换 所求的所召唤的换 每日在工城门口啊 这京城里面大小饭馆 但凡有脸面的都会在公屋门口等着 干什么呢 宫里贵人说我今天想吃什么了 到门口给我叫去 点个外卖 就是点外卖 这叫所换 皇上就可以这样 而且你看呢 其实在这个清明上河图当中 就有外卖的场景 有小个 定着那方河的 到那跑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按史书当中说啊 就是东京城的消费量是吓人的 就是南薰门外 每一天光是这个进的猪就超过几万口啊 你敢想吗 几万口 几万口猪 要供应中下层的来食用 对吧 那一路之上卖吃的什么所谓的正店 脚店 那就多了去了 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那一句 灯火上帆楼嘛 对吧 在有清明上河图里面 我们看的明明确确实是孙杨正店 正店开始干嘛的呢 他有酿酒权和发卖酒的权利 其他的脚店这些 你得去到他的店里去买酒 或者去官办酒厂去买酒 他们的经济好到什么程度呢 大部分人自己是不做饭的 是在街上买来使用的 就是 所以你看他们一部书里面 就会提及多少种美食 你看 我就说这向上演员要是真有能耐啊 就把这东京梦华路 梦良路 饮食果的什么这一路全给他 所写的这实弹 你给我来一份真正的满汉全席 因为正经讲 后来我们所讲的满汉全席啊 其实是一种附会 附会 宫里没有满汉全席之说 满席就是满席 汉席就是汉席 只不过有时候会夹在一块上 所谓的满汉全席啊 其实应该准确的讲是好事者 你比如说当时就是在北海这个 北海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仿善 仿善就是 什么叫仿善 就是 就是后来的这些贤达 达官贵人也好 闻着你也好 闲机无聊 综合了一大块 弄了所谓的满汉全席 其实就把能够市面找到的啊 满洲席以波波为主 汉席以做菜为主 或者满洲席以烧烤 就是宫里的所谓的包哈局 包哈局出来的那一批啊 以他们为主 其实真正宫里头是没有 从来没有见过满汉全席这个说法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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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讲究 所以你看 这个又是造民间的一些讹传 怕就怕什么呢 有些东西传着传着 就大家都认为是真的 反而忘记了它的本身含义 你像我们主持成语大会的时候 就有个成语 空学来风 这词是什么意思 现在不是一个矛盾的意思吗 就是既止有依据 有依据没有依据 但是我们大部分人用的时候 说的都是没依据 对吧 可是实际上它的本意是有风 石头上有一个空洞 风才能穿过 没动哪来的风啊 是 它原意是指事出有因 对 开始用到今天 语意完全的想法 十年前我们还在节目里 一再强调这个词不能这么用 十年后我也开始这么用了 还有一个词也差不多 我们一个差强人意 现在也有点反转了 所以就是它的意思 就是在不停的 就是发生着变化的 你画到饮食当中 它也是如此 你像过去北京有一些名吃 北京不是只有什么卤煮豆汁 都跟谁学的 实际上北京很多好吃的 没有流传下来 你就咱们就仅仅说河南菜 当年元大总统在位的时候 就有一个很有名的饭馆 叫厚德福 这个饭馆当中呢 比如说它的铁锅焖蛋 鲤鲤背面 这都是很有名 很有名的 河南鲤鲤背面 这是很有名的 再有谭府谭家菜 对吧 这个传至今天呢 也只是只能说是小规模的 可是老百姓 老百姓真正吃时呢 已经很多东西都没了 比如马蹄烧饼 北京你比如说过去早晨起来啊 吃早点的时候呢 首先是有粥铺 这粥铺一般都是熬这个精米粥 这熬完精米粥呢 就有这种烧饼铺子 打下了马蹄烧饼麻花什么的 给你拿过来 这是吃早点 过了早点这个时辰的是卖粥 然后到下午就不做这个生意了 而且当时烧饼铺子啊 一敲起这赶面杖来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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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能奏出一段乐曲 整个这条街上你就听去吧 哎 这东西你见不到了吧 没了 全代值的什么呢 鸡蛋灌饼大饼加一切 对吧 甚至连 就是你看煎饼果子到了北京来 你看人天津人是 特别鄙视 你们北京的煎饼果子的 也没有 你们这果子 果变都不对啊 是吧 我今天有一次 我最近前日有一次吃煎饼 吓我一跳 怎么里面还带哥生菜的呢 对 还加鸡柳呢 还哥火腿肠 这还叫妈煎饼啊 但是我想想 这不就是食物的一个演变 每一代人 有每一代人的口味 每一代人的记忆 咱不能说 加了这东西就不对 只能说跟我吃惯了的不一样 吃起来好吃不好吃呢 单论 你喜欢吃你就加呗 加鸡柳 加什么都行 对 关键是他做煎饼的都都问我一句 你为什么不加这些 你管得着吗 那说到这个话题 我们也对张老师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 就咱们刚才不是聊了好多吗 说这个食物食器呀食材的各种演变也好 像现在也出现了很多新的这种烹饪方法 像是现在有什么空气炸锅这种东西 还有说以前都是用火烫火去烤 然后我现在都有电烤 那有没有什么新的 包括还有什么分子料理这些东西 有没有什么您特别感兴趣的 这种新式的烹饪的方法 首先说 分子料理进中国 我就把它请到演博士了 当时 所以这东西呢 所谓的低温慢煮 对我来说不新鲜 但是我觉得呢 那家里没有什么条件的 咱真做不到 这不纯扯吗 而且很大程度上呢 他其实吃的一个噱头 对吧 而且这种烟呢 它是需要有旁人跟你搭签的 自己你没事吃什么分子料理去 对吧 稀奇古怪的 看着像个蛋黄一样的 里面给你弄点黄瓜浆 什么 那种给你弄成椒皮 割嘴 真好吃 没吃过这口味 顿顿吃 你受不了 吃个新鲜 吃个新鲜 我觉得空气长 你再说这个电烤 你一说电烤 就是我这人的思维 就是经常就是 我觉得我就会像那种搜索 你给我一刀 我那样跟你捋一捋 电烤 咱们说 我第一次吃电烤的东西 就是小的时候在北京 我妈特别爱带我去逛街 为啥呢 她喜欢去看各种衣服 到西单的王景 我逛不住 我受不了 对吧 怎么收买我呢 就是给你一罐酸奶 就是带你去吃一条龙 炸腰串 这个诱惑 就行了 够了 我记得我上一年纪了 一条龙腰串 就卖七毛五 真大串 这么粗 这么长 当时在哪呢 就在西单圈业场 民族大事件 天津有圈业场 北京当时也有圈业场 这个圈业场 其实就是过去 就是所谓就是 改变老百姓生活 允许你摆摊 那么一个场所 劝业嘛 劝业 这个 哎呀 当时觉得炸羊串 好好吃啊 自小吃过我们兰州的 铁签子羊串 来着去 肉多大 然后再加一杯酸奶 这是我对电烤最初的印象 后来呢 就是什么呢 我们兰州也开始有了 八针烤鸡 八针烤鸡 八针 我们叫八针豆腐 北京现在还有 就一家 叫 叫 一千 叫 大 大 北京大一烤鸡 就在牛街 我有的时候真馋了 或者想吃小时候那个味道了 我就会叫跑腿锅买一只 再来点他们家烙饼 一口烙饼 就一口这个八针烤鸡 这八针烤鸡好吃在哪儿 跟你们现在吃那二凉不一样 二凉味我觉得野的很 那八针烤鸡啊 它那肚子里啊 要搁什么香菇啊 八针 木耳 然后呢 再搁点椒盐腌了 那汁水啊 它一烤完了 把那肉吃的不是那么死性 那鸡胸肉都带着一股咸鲜味 然后把那里头东西先揪出来 一块香菇 一块鸡胸肉 再来块烙饼 您想觉得这不够辣 就像我上大学 特别爱吃什么 我们西街 当时那美式炸鸡腿 那炸鸡腿大哟 现在可找不着喽 现在虽然也有 但不是炸饼人做的头咸 大炸鸡腿 一斤烙饼 或者那两斤大烙饼 在旁边朝鲜小钱菜 买上一块钱的 举岗在一块钱的野山椒 朝鲜小鲜菜 舍不得喝 听着可乐 赶紧抱着往回学校跑 跑到南门 一块钱一大杯的散装可乐 然后不敢回宿舍 郎多肉少 那帮王八蛋 真敢给我生存活活了 自己找一咖喃 烘饼 加一口炸鸡皮 烫的还留这呢 再来一个野山椒 卷起来 也就吃去吧 哎呀 没死了 是吧 那你看 这都属于电烤 电闸 那我觉得就是现在呢 反正口罩期间 我给我妈那买了一个 一个那个什么 就一个那个烤箱 这是我就在家里尝试 用它做 我专门去看了谁的视频呢 就是想给我妈做只烤鸡 学了谁呢 就是那个美国那个 Must Sheep 用它的那个方法 把鸡皮撑开 黄油塞进去 迷迭香香草 对对对 撑那个柠檬烟烟烟 那我吃也就那么回事 我就在想 是不是鸡的品种不对 后来呢 有朋友给我寄两只清远鸡 哎呀 我又舍不得拿点烤 我什么清远 你烤了干什么呀 对不对 所以就一直没有找到 就是合适的烤鸡的方法 你说呢 我这 我那我那 电烤箱也好 这个这个这个烤炉也好 什么 我甚至还就是为了吃一口好的烤牛肉啊 我买过纯炭的炉子 就是想在家里烤 全都背齐了 但是我提醒大伙 千万别啊 不久之前啊 这是以张科学的身份说的啊 一个搞科学节目多年的主持人 叫张腾岳的跑到人家营口地区 吃人家的火盆 那么这火盆就是一炭炉 上面给你搁一个呢 像我们说的石井锅子一样 进那小屋我就 这张腾岳就觉得有点不对啊 窗窗上怎么做 因为排风扇呢 没反过来 几个人吃了还挺开心的 这太危险了 关着门吃了 等一会儿 张腾岳出去上厕所就觉得 怎么喝了酒 回到屋里旁边一人问我 老张你带苏窍救心了 我觉得我心脏跳得特别快 太吓人了 我突然开门赶紧 煤气中毒了 真的太危险了 丢人不丢人你说 是吧 这个这个 所以吃炭火 可千万要注意 这得留神这个 我觉得烤制就是 因为 但是我觉得就是 你像人家那个烤箱吧 真的 确实是给我们增加了不少的美食乐趣 甭管说烘焙好不好 我还做过花生牛炸糖呢 做一次就成功了 还不错 厉害厉害 简单入门 不要夸我 我懂 这个给我妈还做过什么 戚风蛋糕 戚风蛋糕 打发 好 我是特别典型的那种 插生文具多 东西绝对一定要背的特别齐 光是打蛋器 手摇的 电动的 电动的 单手吃电动的 一套带着不同披子头的 买得齐劲极了 然后 打蛋器还有披头啊 有不同的 出师机 现在可到极了 对 然后人家那个那谁 对 你说出师机 人家那美食家大雄 听说了 专门送我一出师机 材料备得备得可齐了 就是做出来 做出来还是买的好吃 有些钱还得让他赚一下 这也回答了我们之前的一个疑问 就特别想问您 自己平时做不做饭 也做 也做 就是这些东西我们不会就是轻易 就是 但是你看都吃过我做的饭的 对 我现场还有就是张老师公司的经纪员老师们 就是这个我们做这个 你看他们俩都特别 都别特别爱吃我做的 就是普通的做的带鱼什么的 是吗 就是家常菜 家常菜 我觉得我做的还是还行 那您有比较偏爱的烹饪方法吗 比如说炒啊 或者比较喜欢炖啊 都行 就是没 我觉得就是 但是我是一个有强迫症患者 就是我说我要什么食材 我就必须要什么食材 换了是绝对不行 你不能说拿一条 这个普通的鲁鱼 和鲁鱼 跟我说是海鲁 这一定是两个味道 这个我是绝对不将就的 那我做这个 我做这个羊肉抓饭的时候 没有黄胡萝卜 我一定不做 我必须要买到黄胡萝卜 因为缺了那个东西 它是缺了一个灵魂和点睛之笔 我们西北的吗 朋友们的吗 我们新疆的吗 我们的抓饭的吗 那么怎么都没有黄胡萝卜吗 你们这些人们 你们黄胡萝卜都没有吃过的吗 黄胡萝卜的吗 啪子的吗 啪子到底你是放白的黄的 还是放红的的吗 那个啪子也是不一样的吗 味道不一样的吗 啪子是应该放什么的呢 应该放红的 新疆各不是 新疆各地抓饭各有 你看各地还不一样 还有放大蒜盘一圈的呢 这个真的就挺奇怪的 对吧 新疆 而且你看新疆的 我们比如说沙湾大盘鸡 沙湾大盘鸡呢 我就想办 沙湾是个啥呢 沙湾是个啥呢 人想想估计 明白了吧 估计跟五彩湾一个意思呢 那应该是个地名的 后来之后就是 人家那是经常 这个司机歇脚的地儿 就是这个八十年代 就是长途车在那儿 歇脚 歇脚之后 沙湾这个地方呢 就有专门一溜饭馆 专门照顾这帮司机的 就发现这个司机来的时候 吃饭又吃的比较急 你光是天天拉条的拉条的 那个锅油肉拌面的吗 我给你说顿顿吃的 不是不行 行的吗 不论你们外地人行不行的吗 那不是吃的很惯的吗 你要再要一个鸡啥的 那又有炒盘菜 那麻烦的很的吗 索性 把大盘鸡 就和白皮面 皮带面搁一块 又有面 又有鸡 吃着也裂索 然后行了 这样一来就可以了 然后除了有大盘鸡 还有大盘鱼 还有大盘鱼 其实新疆的美食也有很多 那就是你就是这么算下来之后 你就发现的就是这个美食的演变 它有的时候你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市场 救火老百姓 还是老百姓去改变某一道食物 这可能都互相有作用 你有一些网红餐厅 你像过去北京就是在真正网红餐厅出来之前 北京当时说最横的谁 就是利家财 说老爷子来了之后 黑蛤蟆 小哥几个 今儿吃什么呀 等了 我给你们安排吧 你们也甭琢磨了 不让你挑 我给你直接做 你说他跟后来有一些专门卖这种情绪的网红店 是不是就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古今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只不过换了一个名称而已 那古代人卖东西有没有这么卖呢 我相信一定有的 那老板对你待搭不理的 但你一吃 真好吃啊 或者你看你到我们西北吃饭的很多地方 到今天依然如此 那服务员的态度基本就是生冷绝硬 那一句话能怼死你 给你打驴蹄子踹你脸上了 但你吃好吃不好吃呢 真好吃啊 这时候你也顾不得 好像我们那边对服务就不是有那么高的要求吧 但是现在嘛 大家都喜欢出门 希望我们那边也赶一赶 你说南方福泰都好了 那是真好 那也有不好 也有不好 我去香港吃一个牛腩 我点了一个原味的 他说这没了 他说你吃这咖喱的吧 然后他就直接给我点了 他不让我决定 他就帮我决定了 然后下来吃确实还是好吃 我也发现哪都有这样的老板 你知道吗 我到天津 到天津小时候了 有一次啊 实习到天津 早上起来吧 我说我自己吃早点 一看卖 云吞好家伙呀 叫骂呀 没死就过了 云吞 骂完音啊 跟人排队 然后就听我前面的喊 老板 嫁俩鸡蛋 来碗云吞 到我了 你什么啊 一碗云吞 来俩鸡蛋 你得聪明的学啊 是吧 坐这等 等半天 光滚了 我说 大哥 我要的是馄饨 我要的是云吞 你给我来碗馄饨 看我呀 外立的吧 这 这就云吞 你这孩子赠嘴呀 还给我来个 我当时回去 我什么骂叫赠嘴呀 说你这孩子 蒸嘴 蒸嘴 吃完 有毛病似的 你吃完 吃完馄饨 他告我云吞 还告我赠嘴 给我气 但是真好吃啊 那时候就是 合着云吞就是馄饨的 包的样子不一样 但是我也奇怪 你们天津为什么 叫云吞 为什么跟我们北方不一样 就你们那么奇怪啊 是吧 你们天津有馄饨吗 有啊 那你们为什么 还有云吞呢 我也不知道 我不懂 你看 后来就发现 好像是包的方法不一样 包成元宝型的 元宝型 一般好像叫云吞 我那叫超手 超手 元宝型的吗 红油超手的那个超手 然后你不知道 你们的更有上当的 说起你们那 我就心里恨的话 不恨的 高兴的话 去万州 不万州啊 咱先说去吃吃烤鱼吧 是吧 去人最正宗那店 好嘛 我去那年 人那炉子 经过现代化改良 看起来就像是 里面关了八十个孙猴子 那炉子好大呀 就跟电视剧里面 天津剧那炉子 特别像 黑溜溜的 好像一次能烤三十六条 一百多条 然后上来上 上那烤鱼 烤鱼我倒没吃明白啊 然后 每天早上吃小面 哎呦 说人家万州小面 有二多种 三十多种 哎呀 一吃就是 要个二两啊 三两啊 到临早那天 不行 我这小面 我必须得吃 有人告诉我 他们那有一个 叫电报小面 就是过去那个电报楼 门口 一个孙子 就是一趟那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 一看呢 今儿得吃点不一样的 是吧 你不能老弯杂呀 哎 然后一看 哎 牛肉包面 包中 包面 我说这好啊 来来来 来吧 牛肉包面 好 过一会 人的 面 人的 面都上了 就我那上不来 我为了要吃够一次 要了四两 还是半斤呢 都忘了 我说我那面 怎么还 我那老板笑 你那慢 行吧 我一会 给我端 这么大一碗 赶我脸还大 往那一搁 您的包面 我一看 超手 见你马 不 混沌吧 怎么成了 包面了 这时候你给我解释 人的包面 是 混沌 你知道吗 是这个意思 对 各地 名字有区别 超手 混沌 包面 云吞 就这些东西 到底是怎么个说法 你看 这是不是也值得 咱一块 回头探讨探讨 非常期待 您那个面食的 对 面食 好 其实我们已经聊了一个多小时了 咱们要进入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是我们今天最后结尾 这个环节 就是因为 其实大家也知道 在这个数字美食家 三军美食家 和现在正在连在流浪美食家的音频下面 有很多我们的用户一直在留言 对 我们就 老师们也挑了一些有意思的留言 我们一定要让张老师念一下 好嘞 咱们就从第一位这个ID叫大脸哥脸大的任何朋友 大脸哥脸大 张科学老师您好 感谢您的节目 您这节目太好了 您知道央视有个走进科学的张腾月吧 知道 跟他可熟了 您比他强太多了 哎呦 是吗 谢谢夸奖 那家伙就会哭弄玄虚 您这全干货 对了 开了几座神庙了 多少呀 哎这个真的很好奇 哎哎呦 我连steam掌机都买了 哎但是现在就感觉啊 就是玩的时间是越来越少 坦克世界我最近都已经没顾上玩了 哦 但是我连坦克世界我真想吐槽 你 是吗 你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 你动不动你金币哪个 你拿着卖 你卖点好的呀 你都卖的什么呀 那都是 而且你现在不打金币那就没法玩了 能不能改一改 然后地图能不能多几张了 气死我了 玩法老是那么简单单一的 嗯 再说我也还没有凸球 球图的凸球呢 什么是不是谁 感觉世界人停了 是不是能给我一趟 好来来来看第二个 我们第二个朋友 叫张邦克这朋友 小时候真看过张老师吃太岁的节目 也算是经典梗传承人 哎呀 我不知道这算是夸不夸 算不算夸我啊 这个谢谢 对咱们先感谢人大脸哥脸大啊 感谢啊 能从走进科学一直看我 看到现在 现在又开始听张科学啊 我非常高兴的 就是曾经做过那样的一档节目 咱甭管什么名气吧 特别开心 动不动啊 大家时不时的就能够提起我 干这行的呢 最怕自己就逐渐从大伙眼前消失 咱现在呢 哎 还时不时的会出现在你们的身边 我很开心呢 愿我从你们的童年噩梦 成为你们的成年美梦吧 这个小时候真看过张老师吃太岁 真的吃过啊 就是我们那时候做太岁的节目 做的很多 我可以说把当时中国个人收藏 你的太岁挨个儿见过来了 到现在我家里还保存着一小块 就是这个太岁呢 我们一般解释就是地下年均的一个复合体 或者说有人认为呢 就是古书当中当中所说的肉汁 到底是不是呢 因为咱们太岁呢 其实对我们来说呢 太岁啊 对我们中国有特殊的意义 首先我们对应的是天上的星宿 太岁神 然后同时我们有太岁纪年 我们有根据它运行的位置来纪年的这种方式 所以你比如我们去不用看别的 您就看这个王立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 头一两篇就讲的是这个 甚至我们讲史记当中不是还有专门张杰讲天官吗 天官就讲的类似的就是天文知识啊 那么太岁 所以就对应到地面之上 天上有太岁 地上一定也会有太岁 我记得我吃那一块呢 因为我当时记得有拿来是比较黏的 水里有干的 有一个特别红的 看起来就像一个染色大红蘑菇一样 然后呢 还有一个像那个黄色的胶皮一样 我现场当时也不知道脑子是被驴踢了 还是怎么着 还是真饿了 问了一句 你能吃吗 能吃的时候就揪了一块个嘴里真嚼了 能吃吗 我现在就想后悔 我是不是傻了 哎呀 可吃了就我没变异啊 就嚼起来就有点像橡皮筋似的 没什么味道 当时撕了一个肉 虽然它那个肉虽有点像什么 那扒开了柚子里以后 它里面的一个一个那个肉挤在一块的那个样子 但它好撕吗 挺好撕 就一下就撕下来了 就是它表现出来不同的形态 那种纯像史莱姆那种 我是不敢吃的 像史莱姆那种肯定是不敢吃的 就是它那种 就像是干的柚子一样的那个 都还敢碰一下 好 咱们下一位 这个下一位叫南瓜狼 张老师这节目真不能饿着肚子听 越听越饿 越听越馋 听到最后一周的减肥车锅毁鱼蛋 你越听越馋 我是越讲越饿呀 我自己也得先吃饱了 然后旁边配上足够的吃的 我才敢去录 这个美食啊 但是有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美食也存在一个问题 就像我们走哪旅游一样 听景不如 就看景不如听景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想跟您讨论一下 因为我们上期节目 就我们这个节目上期还专门聊过 就是我们看过的一些虚构作品里面出现的 一些什么东西好吃 然后我们就想说有什么手法 因为您也研究美食嘛 然后也写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比较您印象深刻的手法 可以去提高这个美食我们因为吃不到嘛 听起来或者看起来让他觉得特别可口的方法 我觉得其实方法有很多关键的看你挑不挑 首先我们讲啊 就是宋代啊 这个有这么一句话啊 实无定位适口者真 对吧 说是某人啊具体我忘了叫什么来了 就是跟宋仁宗啊一块探讨 宋仁宗就问你说这天底下最好吃的是什么呀 这位大臣就来了一句食无定位适口者真 他举的什么例子呢 有一天下雪啊 晚上我喝多了 喝多了我就晕在那了 半夜醒来 这我想有宿醉的朋友都有这感受 半夜醒来是不是想着口水喝 没有 喊人也没有 正好发现呢这院子里啊墙根底下泡菜坛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倒了 碎了 然后呢 那个里头有那泡菜汤 他就摇起来喝下去 哎呦 喝完之后 那不得 说浑身舒爽了 舒爽 舒爽 大雪天 喝醉了 半夜醒来 口渴喝了一碗酸菜汤 还是不是还带点凉啊感觉 对 马上说这个酒一全消啊 他由此可见啊 就食物定位 尸口扯针 就是其实大家可能也会发现 呃 我们有时候会有一阵子会偏执的对某一类食物很感兴趣 但过两天呢 又会觉得 这玩意我好像不大想 吃腻了 对 所以你看我们小时候或许还有人问你 你最喜欢吃什么 因为那时候你可以吃的东西少 哪像现在这么丰富啊 我的我们第一次吃麻辣烫那时候都新鲜 街面有东西叫麻辣烫 我居然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家里一个是卫生条件 然后一个是家里这个这个这个 也没那么多零钱人出去吃 我妈就同事 我铁路上的嘛 油泡车的从四川那边给带来料 自己在家里坐 哎呦给我吃那个开心的 砂糖的全烫烂了 顾不上 吃的可开心了 但是你让我现在在吃麻辣烫 我就没有小时候那份执着和那个 那个感觉老觉得 咋玩 你是小孩吃的吧 但是你像我在北京 有几家的麻辣烫 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炒饭 但是他们家炒饭从来不单卖 缺德呀 你只能先买麻辣烫 再卖他们家炒饭 可能他的阴谋 他就想这样卖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可能就是 真的 真的就是有时候我觉得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去找一些 这个风味馆子 苍蝇馆子 其实你应该 我觉得可能更符合我们大众的饮食口味 对吧 而实际上一些所谓的名菜 他有些名菜呢 可能只能是在特定场合来吃 或者呢 您听听他背后的故事 然后有人跟你聊着天 这个时候呢 所以这样的 所谓的食咬啊 可能就不算过分 你真的说 咱们在西湖人少的时候 赶上春河景明之际 心情也很放松 整个人很松弛 无疑之中 误闯某一小酒店 人认认真真给你做一盘西湖醋鱼 再来一盘龙井虾仁 再搭配几个小菜 未必不好吃 对吧 而你如果报定了 我一定要去 某一个楼 或者网坪最高的 可能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会趁幸而来啊 爆汗而去 北京烤鸭 就真的咱们这么说 北京烤鸭这么多 你们二位都喜欢吃吗 喜欢吃哪一斤呢 四季民符吧 你看四季民符 您呢 我吃的比较少 你看 你看我妈 他们老辈子呢 就还是爱吃 传统的 这个咱们说全聚德的 对吧 但是全聚德 如果你还内行讲 你也得去某家店吃 这个咱们不给人做网告 就不说了啊 然后你像我在二十多年前啊 我认识了一个外国朋友 这家伙是说的一口中文 从香港给我打电话 你吃过利民烤鸭吗 我什么玩意儿 利民烤鸭 没有啊 我说你从哪看的 我们这电视里放的 记录片 我说怎么着 说我订完了 我下礼拜三来北京 咱吃啊 我说你银也太大了吧 好 那天开始车到那胡同门口 车还没停呢 过来就看停车场 吃鸭子的嘛 吃鸭子的 就停这吧 开不进去了 得嘞 停这 往里走 一路之上就好几家烤鸭馆的 吃鸭子吗 是利民吗 往里走 就是你 人家人家问你可兴奋 然后你 是利民吗 往里走 就就 行 好 到门口了 我看一老头门口抽烟 排队嘛 我就慢慢坐 我说你 我说这卡好吃吗 看我呀 还行啊 人家以前干嘛呢呀 啊 他们老板以前权利德的 后来退休之后呢 自己家里搭个炉子 接我们卖 接我们吃还行 他就开了一馆子 哦 我说那个 他们家怎么这么多人吗 哎呦 我也不知道啊 说 我说我一朋友说 老外还给他拍过纪录片 啊 就 就是前几个月 来给拍的 我说这店里几个人张罗 哎 老头 带老篮口 儿子儿媳妇 没几个人 人家贵吗 呦 不算太便宜啊 还成 我说跟权利德的比怎么样 手艺还不错 回头你尝尝 嗯 啊 然后过一会儿 啊 过来有人认的 呦 利民先生啊 您看门口 哎 人就是老板 老板天 哎 还不 你烤鸭好吃不好吃 哦 这扫眉大眼进去啊 就是吃了 但是你说 你看这几年 利民好像就没有听过什么名头了 对吧 但是像这几年 就是再往前 我们说捣个十年的话 可能大懂 大懂 对 大鸭里 平民又平民换点 大鸭里 哎 可是你说真正说 谁能吃 吃出这个鸭子 真正说是有多好 有多坏呢 可能我们就特别简单的鸭吃起腻不腻 有没有股骚味 这有些鸭子你要吃 真能吃出一股鸭骚味来 对吧 呃 然后呢 可能就是搭配的不同了 有些呢 也走一些稀奇古怪的 什么鸭皮搭配鱼子酱什么的 可以尝试 但是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就另说了 是吧 呃 但是你看你到南京 千万别说你们北京不可爱好 人家有自己的做法 哎 南京给你拼拼 南京 南京会给你拼拼的 南京 南京会说了 烤鸭是从我们这儿去你们那儿的 那没错啊 成祖珠地来的时候吗 这从宫里带来的一拼 所以南京 南京有人南京自己的偏皮鸭 对吧 你到云南 也有云南的烤鸭 其实各地那种烧烤类的食品呢 真的就是不少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们去一些地方吃东西啊 其实我个人建议呢 上上下下啊 如果有条件的都够一够 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比 当然说你要说您对吃不是很在意 不所谓 也不用专程找着 我就赶上就好 那天津包子肯定得吃嘛 是吧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属于是 你明知道它可能有问题 但是你必须得尝一尝 就跟打卡一样不吃 不吃心里不对 那我来一趟干嘛呢 其实有时候随缘也挺好 走哪 你吃就看吧 当然我觉得一般到人 到人家只要离开北京 到任何一个城市 吃东西基本上不会翻车 到北京你就得多琢磨琢磨了 好 下一条 对我刚才说北京 过去的老多好吃的 现在就没有了 对对对 我特别感兴趣的 像什么青酱肉 卤肉 这一类的现在就很少见 但北京我觉得还算有一家店不错 离这也不远 咱就不说人具体店名了 有时候我请客 用人请 就是这个 为什么呢 来外地朋友 咱不能说把同合剧柳全剧全吃个遍 对吧 那不现实 你到他家去 最起码 你看故老掌故当中提到的那些菜 人家还一般能做 当然有一回呢 跟这个京城饮食圈的几位大佬去呢 人家有懂得自己带了一些食材 而且人家会吃在哪啊 跟这家店认识 知道哪个厨子擅长做哪一道 人家去点这才啊 跟我自己去吃是不一样 还有另外一位呢 你比如说这个北京就是西单那边呢 现在有一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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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碗宣 就是做老传统宣武地区的 这个回民菜的 有一些呢 像什么果子干啊 这个这个端健 他能做茶菜 哪个茶 喝茶的时候 你看有韭菜就必定得有茶菜啊 是吧 你现在馆子里一般碰不到了 对不对 你有茶菜 有什么烧鹅薄 就是一种 其实是一种这个面点 这个面挂成肉馅炸出来 切完了之后 跟鹅的脖子一样 还有什么南肩丸子 北京的这南肩丸子 跟那个普通丸子不一样在哪 他一定得拍扁了 那拍扁了还是丸子吗 建议你回头可以试一下 对吧 你然后再说 你像你说吃双羊肉 那在北京我就比较喜欢青衣草原 青衣草原店面不大 但是人家真挺好的 尤其我最觉得考验一个 北京但凡敢开涮羊肉的馆子 肉没有差的 哪怕他是说实话 说真的是这个 这个开了看涮羊馆子 并且能立得住的 哪怕是说他的肉是这种 这个这个育肥羊 品质也不会太差 当然那种卖合成肉的就单算 你像我觉得这个天桥老金 还有像这个 这个这个青衣草原都很不错 尤其青衣草原他们家什么好呢 他们家烤肉串只放盐 不放辣椒自然 你才能品出肉的鲜来 好 再下一个 下一个叫 赛局窗口 新时代鲲鹏 北鸣有鱼 其名为鲲 鲲之大一锅顿不下 花儿鸣鸟 其名为鲁 鹏之大两个烧烤架 一个自然一个威了 来瓶雪花让我们勇闯天涯 说的挺好啊 我也想这么吃啊 但是我现在怕胖啊 也不敢这么去喝啊呀 我有一回吃这种烤的鸡 让我印象巨为深刻的是在云南 宜良 小草吧 当地盛产 天麻 药材的是天麻 天麻炖鸡很好的 不仅仅是药材了 天麻炒肉也很好的 咱家原产地就跟人参一样嘛 你到东北吉林了 人参原产地几块钱一斤了 炒个人参丝啊 人家那个烤鸡是做的真好 大铁签子 其实我小时候对烤东西印象 最深就是还是很多电视剧里头 一看人家烤全羊 架子上叉的 哎 滚着滚着去 后来就发现 其实那种烤全羊最不好吃了 皮都烤焦了 里头还没熟呢 你要么就及时赶紧搁下来吃 要么的就是现在烤出来 把好多那个羊 我不知道为什么找那羊那么瘦 给捆那个铁筷子上 就像板板正正瘦形似的 然后我的也不知道什么料 烤完之后 羊肉要吃汁水的 您烤的跟牛肉干似的 我吃什么呀 所以我对这路烤羊 烤全羊不是很感兴趣啊 咱不说别的朋友 人不忘 就只能说我不太合我的口味 我更喜欢那种 焖炉焖出来的 带着汁水的羊 那才好吃 做运动的 912 Bishi 做运动的时候 听着实是听缠了 描述肉夹馍那段 被迫暂停播放 哎呀 前两天从西安回来 在高铁站我们去找了 跟我一块去的小朋友 先看了点肉夹馍 说了一句 要不要吃 然后他去 去打票去了 然后我就先去 某一个奶茶店买奶茶 然后我为了让自己 吃的更好一点 我就加了什么原子啊 椰碗啊 但是我要的是一杯茶 全给加到他那杯里去了 然后他那杯就是 慢慢当了 八宝粥 然后他就 他告诉我 他不想吃肉夹馍了 给我心里急的呀 我想吃 但我不敢说 怕他们说我回来 我说我胖了 我就算 我说你真的不想吃了吗 你要想一想啊 你这一走 不一定什么时候再来了 等你下次想吃的时候 哎 可非比能够碰的 见 我说前面有两家 你看呢 哎 好多外卖都从这拿 你见过从高铁站里 他拿外卖的 你要想清楚到北京 你可吃不到 这样的肉夹馍 最后人家过来 最后呢 你要想吃 你直说 别这么打着 我们的名义吃 你知道被人戳破了 戳破就戳破 走 我请你吃 我还是来了一个 然后我中间 我其实想路上带一个 我又不敢说 你知道吗 人家 他就吃 我说你要不要带一个 路上吃啊 他居然说不带 气死我了 可惜了 两家就吃到一个 到现在我都想 他你就说一句 要不咱们带一个吧 张老师 哎 我就带一个吧 就等这句话呢 他就是不说 所以很严格 老师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想吃点东西也挺难的 挺难的 挺难的 但确实我当时 已经知道我很胖 就是我是属于典型的 只要吃点碳水 第二天卷鞋脸上 头上吃驴蹄蹄的 你看我第二天 脸跟驴蹄蹄的踹过 你知道这个 是下面什么 Cavin Cavin 对 下面一朋友 Cavin 假如可以穿越时空 回到古代 只能携带石刻物质 你会带什么 去哪个朝代 见谁做什么 条件限定的 贵客客了 石刻物质 我们感觉石刻 好像有点太少了 太少了吧 我只能说如果贪心点 就是带一个那个硬盘 就是那个软盘什么的 然后把那个古今资料的放进去 时刻没有那么轻 小的那个 你拿什么放呢 确实最后就是没有读取设备 带回去了 屠龙之术没用 但我想了一个 我想是不是能带时刻比较 现代比较好的那种酵母回去 做点面包 做面包吃 馒头什么的 带很难 但是酵母有一个 就是所谓优化的一个过程 有 因为到今天为止 都有一个职业叫酵母猎人 还在全世界各地区 搜寻优良品种的天然酵母 因为天然酵母 因为整个世界的 我们说简单来说 面食和奶制品都离不开酵母 包括酒精酿造 也都离不开酵母 那你确实说的可以 就是带时刻酵母回去 然后你正好呢 生在山东阳谷县 又姓武 恭喜 十克 十克也太少了 两个大枣 如果你肯下功夫 我觉得可以带一点种子 优良稻米种子 对吧 转眼你成一个种田大户 用上个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没准您也能富甲一汪 那您想带着这种子去哪里 不想 不想带 这个种地太苦了 我能带点别 时刻确实干不了 想来想去 好像也只能带时刻毒药回去 带时刻喝点红 不不不 其实要说呢 我们可以带时刻青霉素回去 哦 然后自己呢 利用啊 就像某个日本电视剧里一样 我们用那个 那个 人衣里头 人衣里头 对对对对 我们记住那个方法 哎 然后带时刻干嘛去呢 先给自己打招牌 哦 我是一个神医 哎 我有这个 我可以救得了好多人 哇 这个我觉得是版本答案 然后我们再用 部书里面所记载的 或者书籍里面所记载的 青霉素智取之法 哦 你来生产青霉素 并且告诉他 为啥我每次只拿出十颗来 用的 先要难得 哎 皇上您先给我做一个育人 做一金人 做一育盘子 哎 你看 每个仨月 我拿着手里起出一堆 皇上您放心 打今年 打今年开始 您喜欢的各种爱飞 您喜欢的各种麻都死不了了 有这一药就成 先要 多好 是 这个题有感觉有版本答案了 嗯 好 那今天其实我们的评论非常多 那我们今天精选了一些 让这个张老师来回答一下 来念一下 嗯 也是谢谢大家对我们这档节目的支持 但是如果您今天听了 张老师对于美食的这一番的 就是讲述吧 然后如果你觉得还不够 那么就一定来购买这本 笑翻美食兼食 对 书里的内容跟张老师的 这番精彩的表述 基本上都是一样 内容是不一样 内容更多 但是是精彩程度是一样 对 谢谢下二位捧场 也谢谢大伙捧场 感谢各位集合的网友 能够一直对我这么关爱有加 嗯 作为这个 哎呀 作为一个从小陪你们一起长大的 嗯 童年噩梦啊 哎到今天我觉得啊 我还是很感动啊 哦对了 那大家还有一个见到张老师的机会 对 对对对对对 公布一件事情就是在下个月的这个北京核聚变 啊 核聚变北京厂 我们在益庄的这个活动 现场活动张老师呢 就会带着他的新书来给大家做签售 啊 具体签售的位置呢 就是在我们合适其谈的这个摊位 因为我们也会参展嘛 那么大家如果您想这个不要错过这个和张老师面对面交流这个机会就一定要过来了 那么具体怎么参与这个活动呢 我们在后续节目里会跟大家分享具体的信息 哎 今天就是先来公布一个这个消息出来 嗯 还有就是本期节目呢 哎 如果您听到这儿了觉得这个书真的很有意思 我要买 但是我们也就放出一个怎么说幸运儿的这个名额来吧 就是我们今天会抽奖啊 抽一本签名的书 哎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运气特别好 我是特别欧气特别欧气爆棚的人 那么就请来自一个app来 对 请大家多多转发 对 好的 那今天的这合适其谈呢 我们就录到这里了 其实是听了一节 就是关于美食历史和文化的课程 也非常感谢张腾岳老师和张科学老师 还有现场的工作人员的老师们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这本书了 哎 谢谢各位啊 感谢各位 咱们回头集合接着见 对 好 我们会下次会再见的 再说一句 没事也就去听听我别的那个有声书 多给点点饭 对 感谢各位了 我们现在还有这个张老师 张科学老师录制的有声书 十男之徒 还有台湾金星有点烦 但是文勇老师原著的书都在这个app上架了 大家也可以来听一听 对 没事多给推特 感谢各位 有票不信有票啊 是的 是的 好 谢谢张老师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就下周再见 拜拜 对那个 您要是说您家里那边有什么特别的美食 属于我们没吃过的没见过 也欢迎成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啊 回头那个您请我吃 我去您家看看 好 谢谢各位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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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